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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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節目演講 今天會很高興邀請到蔡家教授 來跟我們分享她去年出版專書當中的一個 我認為那本書有好好玩 對 一個系統的外行人 一般外派的教授 她掌握個拜託一般 那那個是她 我認為的是那個TOPM 那個是今天的年來就是那個專書當中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這個簡單介紹一下在國書 就是相信大家對她都非常熟 所以我現在是很明顯的工作 加入國師後研究 那副國將她是美國Rise學 Religious Scholars的博士 那專堂是宗教系列 宗教人類學 還有宗教與張函研究 那她去年出版的那個專書名稱是 宗教系列選之人文選世 然後開始也來翻譯了 其實就是今天要講的 這個這位作者的這個專書的重點 這本書 就是宗教系列種種的重點的 其重點的抵證 那相信今天我們會有場非常特別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會非常發人盛情的場演講 那現在就歡迎蔡佳教授 謝謝瑋琳 然後我開始沒有什麼交付在這一間 因為這一間就感覺有一些人 都可以看我們做 所以大陸我覺得可以遇到 我們在兜兜的請大家來 因為這間我覺得好大 那那個 對瑋琳在去年我出的這個 宗教系列選人文選世的時候 然後她就邀請我來這邊演講 然後我也一方面感到很開心 因為其實在我那個就是畢業以來 然後整個其實是去就是說 其實受惠住一住所很多 那時候再加入了 有數個老師的那個 身體來的研究區 那那個我一個剛剛畢業的人 然後能夠在一個這樣的研究團隊裡面 然後跟著很多不同學和背景的人 這樣子互相學習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行動 我後來成為在那個 學術這邊的一個開展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常來民主所 然後那個民主所裡面其實 有非常多做跟 宗教相關的一些人類學者 那在我剛剛畢業 其實我自己的國論 比較沒有宗教心理學 這樣的一個取向 在那個時候 是比較平常人類學 所以整個我去回顧說 如果自己的那個 剛剛說的那個 學術的那個大陸一路過來 其實是受惠於人類學家非常的多 那我後來為什麼是寫一個 這樣宗教心理學的 屬於方面 是我的那個 在教學上面的積累 就是說 我剛給台灣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那種 開課的邀請 那這些 宗教的 不管系或是所 他們都因為我在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都是念心理學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那我真的都是念宗教研究 那他覺得 這很加起來就是 叫做宗教心理學 所以我開始的那種 教書的那個機會 都比較是 就是去叫宗教心理學 那所以我去年出買的這本書 他也算是說 我這樣子的一個 一路過來的一個 比較是透過教學的經驗 然後去整理跟宗教心理學 相關的一些 靈魂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我發現台灣做 宗教人類學的學者 比較多 跟宗教心理學比起來 那宗教心理學在台灣 那個學術界 它還是處於一個 這個可能我覺得 更需要開展給你的聽話 所以在我們就是 比較後來的一個 一個學術的一些 協作上面的話 就逐漸偏向 宗教心理學 那我今天的確是 從我書的當中 其實就是第一章 那整個如果要去 就是說好像 比較是像 在這邊一個 比較多是人類學背景的 一些朋友 然後就是一個是 比較介紹 宗教心理學的開展的話 那我覺得 就是也許 就去處理從那個 外陸隱子開始 那那個 隱子當中 就現在可能 其實我自己過去 在那個 還是心理系的學生的時候 其實並不會 有什麼地方 太提到他 所以我有時候 會覺得說 隱子就現在一個 如果是比較 走那個科學心理學的 這樣子 一個路線的話 隱子可能 已經是一個類似 房在 博物館裡面的人物了 就是 他可能 沒有時候會被叫做 內部的心理學支付 可是現在 他並沒有一個 好像屬於他 一個怎樣的流派等等 那他反而可能 是在哲學被 談的一個比較多 那可是我如果說 去追溯一個 關於宗教心理學的 一個發展的軌跡的話 那他其實 這樣很重要 那包括這本書 我之後談的那個 Freud-Roger等等 可能也比較 不是在現在的 所謂一個 實證科學下的心理學裡面 會比較談到的人物 可是這一些 跟心理學在西方 就是說他其實 就是建立為一個 學科的過程 這些很重要的 離婚提出者 其實他們通通 都對於宗教現象 其實都有很大的關注 然後也寫滿多 這方面的書 所以這本書 為什麼從一個 就是說 很像 在現在的心理學 可能已經不太 看他的人 可是他卻 其實對於宗教心理學 的開展有 相當大的一個奉獻 那我剛剛講的 這樣也有反差 其實也會跟我 這個 這本書 因為它叫做 那意思是說 這樣的一個 宗教心理學 基本上它 比較像是在一個 就是 人文的這樣 人文學 這個邁惡之下 去開展 它有一個 跟我剛剛說的 比較是以這種 實證 這樣的一個科學性格的 這樣的一個心理學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 好像是怎麼去看這個 宗教心理學的過程 好像就是從一個 原來的小謂的 康壯大道 然後走到一個 旁邊的小路 然後在小路上面發現了說 哇 原來其實還有很多 過去在康壯大道上面 沒有碰過的一些 研究議題 可是在一個 原來我認識的 正常路上 其實有很多 我自己覺得很豐富的 很棒的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 我就是從這本書當中的 James 談起 那James 當中就是 剛剛文明也有提到說 那個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宗教經驗 其實是種種 那從這個書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當他在進行 宗教心理學的研究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強調的 一個關鍵字就是 宗教經驗這些事情 那有些宗教經驗 他就構成了 整個宗教心理學 去開展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那在我進入 James的一些 他的一些 尤其透過他那個 宗教經驗之種種 裡面的一些 闡述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 所以比較是屬於台灣的 那我過去的研究 收集到的一些 宗教經驗 那 我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宗教經驗 雖然不是所有的人 可能都會有的 屬於心理的普遍經驗 可是他也不算是 我們覺得很陌生的經驗 那因為說 有些這些經驗 他可能是跟那種 突然間看見紀元館 那我在之前 參與那個台灣 台灣宗教經驗調查的 那個案的時候 那曾經就 在那個艾航廳 也是問他們的 那個宗教經驗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人寫說 他曾經有一次 在山路上騎的摩托車 然後那時候應該是 在飆車的狀態 可是在那種高速清晰的時候 他忽然間看到 遠遠的 有一個像白色的文字 然後越來越近 就像是一個白衣的名字 然後這個文字就告訴他說 要解數 然後聽了 然後看那個統治速度 然後他會覺得說 他那天 會有發生意外 就是因為這個白衣的名字 而且他覺得這位白衣的名字 應該就是 關世音菩薩 關世音菩薩 關世音菩薩來提成他 那我另外一個 也是看見的經驗 是我自己做的那個 基督徒的祈禱經驗 也是有一個六歲生 那他在國外的那個 念書的過程很順利 然後他說 有一天就在宿舍裡面 就是在那邊一起 哭泣的時候 那這個 這個就是跟我分享經驗的人 他是天主教徒 然後他說哭哭哭 然後他就忽然間 抬頭看著那個素色牆壁 白色的牆壁上 他就看到那個藝術的像 就現出那個藝術像 在那個地方 那他說他剛看的時候 其實 因為他那時候他說 他實在覆得太紅 他也不太理會 就縱然他怎麼看到 一個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就一般人可能不會 不會在牆壁上看到 那他就那個 他就 他就 理論他也不會 可是他說他事後回覆的時候 他就想 他就講說 其實當我那麼苦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耶穌也在旁邊 其實我一起在苦 一起在受患 所以這個是看見 那 我也收集到 滿多其實是跟 夢醒一般的經驗 另外一個 他也是基督徒 那在他還不是基督徒的時候 也因為感情的床上 受傷 然後他的朋友就跟他說 你可以來跟我們的神找到 所以他也還不認識 那個基督教的神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人就說 跪在你的床邊 就祈禱 那祈禱其實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那他之後呢 就有一個夢中的那個情 夢中他就夢到天使 然後那個天使 就來跟他傳達說 那個 就是說 就是跟他說 有一個上帝的力量承載 承載著 那後來他就 就是夢中的場景 就換到了一個宇宙 那這個宇宙到 他就外面一下子 看一個大雨 可是他就好像被一大三 暴復著 他那個地方就是去目默 所以他說透過這個夢 他就感受到一個上帝的力量 那有另外一個夢起的這個 古教徒的經驗 他是在美國參加那個法會的時候 然後說 在參加這個法會的時候 一連續七天 每天晚上都遇到一個 夢到相同的夢境 夢到一個建築物 在一個好山好水的地方 一個很漂亮的周角的建築物 然後說他之後呢 有一次就是回到台灣 然後就是開車在金山那一帶 然後後來不曉得又看到法姑 那看到那個法姑 就是他當年在夢中 也去欺負夢到的地方 所以他看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感動 他也是能夠 噴到一個字 就是夢見的經驗 那我收集的資料 有一些是 好像比較在 危險的處境當中 感受到一個去 救救他的力量 好像有一個人分享 那個小孩有一次 不想說成那個四樓 摔下去 那他重新趕到醫院 覺得很可怕 然後那個 結果小孩沒有送到夢中 那那個孩子跟他說 他在那個掉落到定年之前 他感受到有一個力量 讓他拖著 就沒有讓他掉下去 那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這些經驗 可能在你的周圍 就換了一些研究 或者是說你自己 聽身旁的一些朋友講 可能都不會對於這些經驗太陽陌生 就是說我們可能都有這些各式各樣管 有的看見 有的聽見 有的透過夢的啟示 有的透過自己在那種災難時中 然後那個被救贖的這樣子的一個經驗等等 那這個就是 我剛剛是舉的這些比較 我們台灣的一些材料 那這些都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James想要去探究的 把它稱之為宗教經驗這樣子的一個對象 好 那接著我就等一下會先跟大家分享這個 James為什麼不去貫注宗教 尤其是宗教經驗 然後他在這本書 對於宗教經驗的主要論點 那還有就是說 James 對於宗教經驗的這樣子一個分析 他分別對於宗教學的分析 我們去帶來一個怎樣的啟發 以及對於這個宗教學學 去建立開展的一些影響 好 那我今天先有一個介紹的James James他是我的1842年到1911年 那他其實是我在這本書 算就是比較探討的這些 是不是心理學者 你算是沒有活到一個長的一位學者 所以不過他的生命非常精彩 那他自己是就是來自於 就是他的主婦是從愛爾蘭移民到美國 然後原來是家境貧窮 可是到了美國之後就是內經商跟支付 你就變得很有錢 那姆斯汀在寫他主婦跟父親的影響 就是他父親後來就是成為那個 參與那個長老教會的那種中間分子 那等於算是說就是參與的比較大的 就是宗教的這樣一個團體 那他的爸爸的興趣跟他父父很不一樣 爸爸對中相沒有興趣 早點有點像是中藏的樣子 那後來因為摔到人口腿之後 就對那個哲學啊 宗教的建立體感興趣 那他爸爸一直很照溺於那個 有的瑞典人的那個Sweilenberg 他是那個就是也是科學家哲學家 那他比較有的是 他有一些好像在那種 你世之中的一些 你世的一些經驗 那像我們講的那種歷史經驗 那姆斯的父親對於那個Sweilenberg的哲學 就非常感興趣 那因為到姆斯的爸爸那一代 其實家裡已經非常有錢 所以姆斯其實從小就在一個 就是說非常多的一些一些 比如說文化的那樣子的氛圍 那他的父親跟當時美國東北的那個 就是有種的 就是超面主義 他們那個那個去把文化 比較帶上靈性的這樣的傳統 有很大的一個觀念 所以就只一方面說 家裡有一個來自於那種 比較是參與一個 比較所謂的 所謂正統的這個 建立宗教的經驗 然後二方呢 爸爸又對你的神秘經驗 就非常感興趣 那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都會影響到他對於宗教的一些關注 那姆斯在那個 他在學醫學之前其實 原來思想當化講 所以他自己一直有這個 藝術跟科學的雙重天份 那其實他對於宗教關注 會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他個人的經驗 姆斯沒有身體就不好 然後弄失身心狀態的 一代都不好 他在大學的時候 就曾經因為那個 身體的狀況就休學過 然後他取得那個 醫學的學位置 然後其實也休養了 三四年的時間 會有工作 那他也曾經在 二十八歲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很嚴重的 那種 像被忽異的狀態 可能想到自己傷 可是他就是在那樣子的 一種 非常深刻的那種 痛苦當中 然後又吸引到 醫生學家的作品 看到歷史的力量 所以他有那種 好像那種 深淵之中 然後自己這樣 爬上來的 這樣一種體驗 那這個都會跟他 那以後對於那種 人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比較容易有宗教經驗等等 就是都有影響自身 你的生命的連結 那 爬子的那個 宗教經驗這種 一種的起源是 他在 1900年年 在愛妮保大學 有一個Differential 那這Differential 就是主題 都是講的自然宗教 那他是到這個地方 去展示的那種 那後來就是 就是 就成為一種書 宗教經驗這種 好 那 爬子在一個 就是對於這個 就是 宗教經驗 興趣之前 就是我剛剛有說 他被稱為 美國心理學之助 那之助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名稱給他 一定就是跟他 實驗室的建理有關 因為當代的 大學心理學廠 常常用那個 心理學實驗的建理 作為一個 他的歷史上的一個企業 那 詹姆斯在美國 第一個創成 心理學的實驗室的學者 那他也是在 他佛大學第一個 開設心理學課程的一個學者 那因為這個背景就是 他就被稱為 美國心理學之助 那如果那個 詹姆斯去開這個實驗室 比較 不是像那個 Vault Vault就被稱為 心理學之助 也跟他 就是建立一個 心理學實驗室也不外乎 那那個 Vault真的就是 比較會研究 那詹姆斯他其實 真的是比較會 會教學 那他自己其實 對於這種 做這個實驗 沒有很感興趣 後來就叫他來的學生 那詹姆斯他在那個 教心理學的時候 的確就是 他先開生理學 然後來開始 教心理學 那在詹姆斯那時候 生理學 心理學 其實是 知識上是非常密切的 關係 所以詹姆斯那個時候 他也是主張 譬如說心理學 作為一個自然科學 那是要離開 離開整學 哲學 自有機器思念的一個狀態 那詹姆斯他 心理現象 什麼樣叫做心理學 要去營造的現象 他認為就是那些 有言於機械的那種 有目的性的意識行為 那他也是花很長的時間 就是寫了心理學原理這本書 那心理學原理這本書 也是很長期的 但是美國的那個大學 教心理學的時候 用了一個教學書 那這個書的內容 就可能有一點點像 我們現在的徒習 把人的那個心理 然後就跟著很多不同的 情思 知覺啊 認識啊 思考啊 注意啊 那總而言之 詹姆斯在那個心理學原理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就是說 比較 就是跟那個心理學 離開整學一樣 就是主張心理學 是一種自然科學 而且他研究 其實有目的的一事 這樣的心理活動 不過詹姆斯自己的那個心理學 他其實不是那麼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 那麼單純的 就是一個實證 心理學的這樣 影響 他其實那邊還受到 當時的 法國比較是從 沒有臨床的這個傳統 他德國是實驗室取向 那英國比較是 伎量心理學 同時受到自己的 心理學的這樣 一個影響 那可是詹姆斯後來呢 就是從你的心理學原理之後 他慢慢的其實就 就越來越 轉移到 對於所謂的 心理的病理學 以及宗教基因的關注 那我剛剛說 他在哈爾先開那個 生理學 後來看心理學 那後來他也開一個 跟心理病理學相關的 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 常常有人 會把宗教經驗的發聲 跟那個病理現象 做夠的 這樣 那這一點 詹姆斯當然會有一個 他的回應 那 到了詹姆斯開始 對心理病理學感興趣的時候呢 他認為說 心理學應該研究經驗的 全部內容 不只是研究一個 就是說很像 有馬上可以感思到的那種 直接經驗 那種意識 他還必須去研究意識的 冰原 以及意識的轉換的狀態 那這個是他在 對於心理學的 研究對象的一些 一些破綻 好 那 就是這大概是 我先交代一下 詹姆斯在心理學上的 這個移動 那剛剛說 詹姆斯會對一個 宗教教經驗 來到興趣 除了更舒服的 家庭 還有他個人的經驗 之外 那在詹姆斯的時候 其實他好像美國社會 他從一個 比較濃村的狀態 進入到一個 比較工業 一個都市化的轉變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人 在面對整個社會變化的時候 很多那種 心理的一些狀態 那所以這個時候的心理學 也必須去回應 人在這種變化過程當中 心理學能夠做什麼 那這本來也是那個 宗教的方法 那在這個地方 心理學的宗教 就有一個互相可以去交代 去回應說 人在那種轉變當中的那種 那種 那種痛苦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譬如說 詹姆斯那個時候的心理學 其實也是心理學 剛剛要建立了一個 科學心理學的 這樣的一個 樣貌的過程 可是同時 詹姆斯其實又有一個 很強的這種 比較是 人文的一個背景 那這當然 對他的臉 可能是體現在 我們的宗教教學 實際上 所以對他來說 他也很關注說 這種科學跟人文的 價值觀 如何去調整的 這樣子一個 的議題 那 詹姆斯在做這個 調整的議題的時候 他主要是從 去強調宗教的 有一個功能的這個 角度去 為宗教的價值 去提起某些 辯論 那有的人在 哲學上也把 卷捷認為 這樣比較是屬於 功能的 功能的 功能主義的 那他在這邊會 其實叫說 宗教如果不要去 論進他一些 教育的內容 我們光看說 他對於各體 帶來的一些 一些效用 會看到說 他其實是有一個 幫助人去面對 不同的環境 統合 這樣的一種能力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 去為宗教 去進行 列入文化 那詹姆斯在 Different 的時候 一開始他其實 他在證物 切入他的主題的時候 他就必須先 面對那個時候 可能對於宗教經驗 會有一個 很主流的看法 那詹姆斯就用這個 醫學維護論來代表 那這個也就是 我剛剛講到說 在那個時候 會有很多人 會把宗教經驗 就是把它連結到 一個個體的那種 身體或心理的 違常狀態 認為是這種 違常狀態的條件 觸發給我們的 宗教經驗 所以基本上 把它視為一種 病理的一個 一個現象 那 對詹姆斯而言的話 他會覺得說 這是一種對於 宗教經驗的一種 幻緣 那 所以 詹姆斯在這個 就是演講的時候 他就先提到 兩種判斷 那 一個叫做 存在判斷 一個叫精神判斷 那存在判斷就比較像 他講的那個 醫學鬼惡論 他從一個 這個經驗的起源 可能是某種 生心理狀態的 這種條件 從起源論來講 這個 分析宗教經驗 那詹姆斯就提出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經驗既然存在 那我們還可以去追問的是說 它的重要性 它的意義是在什麼地方 那所以他會認為說 對現象的來源 跟構成的條件的理解 其實沒有辦法 才會判斷到 價值的充分起初 而且 這些對於宗教經驗的 命理詮釋的理解 他忽略了說 其實我們所有的 心理狀態 也許都有一個神經的條件 神經的條件 神經作用的那種條件 可是那個作用 是否只是一種單向的 一個因果關係 這個 就是詹姆斯在心理學園 你並沒有採取這樣的觀念 然後 再來就是說 所以有心理狀態 那個神經的作用 作用的重點 那 醫學活動論 好像對於宗教經驗企圖 一個 把他認為說 那只是一種生理性這樣 主體感受到的 那種 那種心理感受 那只是一種 附屬的現象 詹姆斯覺得說 在這個人機上 有能夠合力這樣 所以他在這邊提出的一個 另外一種去看久宗教經驗的方式 例如說 這個現象的意義 不能從他的來源 作為今天的標準 而應該有他帶來的結果 來看完他 好 那 James並不是說 好像他在一個 就是說 先要去護衛宗教經驗的 這樣子一個價值 那就會認為說 所有宗教經驗 都是一個 好像 都是好的 或是說 他是 不能被摸動價值經驗 因為他剛剛提出 我可以從他的後果 對他進行一種分析跟經驗 所以他在書中 他也有提到就是說 即使 這個個體肯定有一些 身心不上的一個疾病 宗教經驗還是可以有他 特定的精神價值 那這個精神價值是 比較判斷的 他就提出了三點 一個是說 他可以從他帶來的 某種奇異的程度 然後 他 能不能用一個哲學 合理性去看待他 還有一個到尾上的儀處 可以用這個東西 來檢視性能力的整體效能 那當然這三點 建築有在書中 做再進步的程式 他就提到這些 那 等於說他 總而言之 他有一個 我是從這個經驗 帶來的故事 而不是從他的根源 來認識他們 好 那 所以在為一個 宗教的這種 去定理學化的 理解如此的地方 建築甚至認為說 大家認為 所謂的一個 幻覺 他說不定是一個 我們去理解 所謂的正常知覺的 一個key 那 這個透過幻覺 這個就是技能的 其實 因為跟建築之後 那個像說 那個融合 他們其實都有精神技學的背景 那 大家看好 都是從人的一個 就是說 大家認為的一個 不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原來的一般人的心理學當中 用一個 大家所謂的一個 好像比較少數的經驗 這個部分 然後去把握一個 心理的豐富性 那 James甚至 我覺得他這個話 有一點 有一點翻譜 他說 其實精神病的這個氣質 對於宗教經驗的方式 是信有幫助 說 如果真的有孩子 上屆的敏感的話 那麼這種精神病的氣質 是提供需要的 感受力的主要環境 那我們不要忘了 James在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自己曾經經歷過那種 重度憂鬱的一個狀態 所以為他而言 在講這種 所謂的什麼 精神疾病啊 或是怎麼樣病理學的理解 為他而言 好像不只是一種 就是說正常就好 不正常就不好 為他而言 這種所謂的 一種精神上的苦痛 他其實有可能 就是失去一個 開啟另外一個重要的人類的 心理經驗的 這樣子的一個通道 那我覺得 James在 是在這樣的話 我去肯定了一個 原來醫學文物的去批判 宗教經驗 其實本來是想要把它當成 一種病理的女區形象 那在這邊 James提供了另外一個理解 那James在這本 就是一開始想要去提到 那他很為他 他要講宗教經驗 和宗教的建議 那他也說 其實在James那時候 可能已經有一些 就是想要去把握宗教 那他會說 宗教的核心情感 它不是一種 人對神聖對象的依賴 有個人會有依賴感 有個人會用懼怕 有個人會用無限感 有個人說平安等等 用這個東西去標誌 就是作為一個宗教的心理特徵 那James會覺得說 宗教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 沒有一個特定的單一了 那他會覺得說 我們人類心靈 所有的那種感知能力 行動等等 都是宗教經驗發生的時候 可能去動人的一個資源 那換言之 宗教經驗 他是一個 可能跟我們人類的 就是說 就心靈的整體經驗 每一個部分都有關的 而且當然在發生 在一個不同的個體身上 他也有一個不同的展現 那因為James想討論一個個體 所以他在這邊就像一個 就是為了討論個人的宗教經驗 的時候有一個 對 宗教的解釐 那他認為說 宗教是個體在他孤獨 孤獨的狀態當中 就你看他是用一個 比較個體的意思是如此的 那這邊當然就很有程度的是 先過去討論一個比較 是屬於一個集體的 也許是一個歷史文化 社會文化的邏輯 他就先就個體做出發 那當他個體認為自身 跟他認定了那個神聖的對象 那他也覺得 艾伍森 就是那個 艾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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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那個 James的 道法 那艾伍森 他也不會用 傳聞去宗教的語言 可是他常常在他的 那個展文當中 講到 就有一種基本的 性結構等等 那 因為James而言 這些都 都是屬於他講的那個 神聖對象 那總是宗教是 一個生命的一種 整體能力 那 建定了宗教之後 James 進一步提出 他認為說 宗教經驗是 宗教的無心 他認為說 要了解宗教的本質的話 就必須從個體 這個位在 最裡面的這個地方 去找尋 那宗教經驗 是個體對於那個 不可見而實在的 一個力量的親身體會 那這個力量常常會經驗者 會帶來一個轉變 和效果 不管它是微弱或大 不像 好 那 James想要去談論的 這個宗教經驗 就是我剛剛說 他就是有一個 比較普通心理學 建立在一個 其實是其大多數人 會有的那些 基本心理的理想 那些經驗上面 他對於宗教經驗 當中是 因為宗教經驗不見 只是所有人都會有的經驗 那 James在這個人初 他特別 找的那個經驗 都是找那種很激烈的 很明顯的 好 那就是 好像先用那種 這種案例來做討論 那 因為他而言 其實就是透過這樣的經驗 他其實是在 比較是 拓展原來那個 提供心理學 想要建構的那種 一般經歷法則 那在這個之外 想要去看到 人類心理 透過宗教經驗 他展現了一個 什麼樣的廣度 所以 因為他而言 比較不是求去一個 一般經歷法則 這樣子的開舊 那 他也只要到 宗教經驗 多餘性跟特別差異 那也認為說 這樣的宗教經驗 有對於 就是說 很多宗教團體 經有的 來自於那種團體的 很多 一些他們的神學 或是姓名等等 就是 我以為這個抽象神學 很改靈 他提的觀點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GEM是會去強調宗教 帶來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會提到說 宗教其實有一個 很可憐的一個 克服無性的能力 當 人在面對這些 災禍或困惡的時候 是宗教使得那個 我們不管如何 都要去承受的這件事情 它可以讓它變得比較容易 甚至成為有一種 有一種幸福 那 這句話是直接 我們獲得 GEM 那從這句話 可能大家也可以 稍微感受到 GEM的那個文字封鎔 它是 就比較不是像 我們在德國的心理學品 那種的文字 它是有一種 有一種 反正打 他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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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需要 站在你的觀點 在這裏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宗教經驗 他的對象是 或是有見識在 那GEM會覺得說 宗教的那個對象 常常就是一種 對於神聖靈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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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說的 你能碰到 或是聞到 味道 等等的 那就是 你就是感受到我們的對象 他在 他在 那剛剛他在的經驗 都有點感受到 可是為當事人而言 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辦法 為這樣的經驗 提出一個 一個性能 或者巨人等等 可是為他們 也帶來一種 很真實的感受 然後他 就是 有一種確信 然後他 不認為自己 很像 我是在編織某種經驗 或者是說 我是不是 哪裡出了問題 一開始 他可能會有這種懷疑 可是後來 我們在某種 某種對於這個經驗的感情上 蠻多人他就是會 承認這樣的經驗 一個真實心 那 Jerry在這邊 也用了一個類似 陸武學上的概念 就是 很多力 很多力量的展現 是我們看不到 可是他卻有真實存在 用這個 經歷子來做一個 一個類型 好 那 Jerry在這個 宗教經驗系種種 我認為說 他其實對於日後的 宗教教系理學當中 對於宗教經驗的分析 提出了三重的分析的方式 那 就是 第一個是 他對於這些宗教經驗的 先去靠近這些經驗 然後 為這些經驗進行 某數的工作 那 這一塊其實是所有 就是 其實是在 Jerry在這個 宗教經驗系種種 就是 發表以來 很多人 比如說 你要看他一個位置 很多人認為說 Jerry在做這個 比較像是 沒有術心 像現場學士 功勒的這樣子 一個工作 那也認為說 Jerry在這方面 你的貢獻最大 因為他可能把 很多過去 比較不為人知 或是覺得 很難跟別人去 討論 讓別人知道這些經驗 至少是 想辦法去 就是說 呈現這些經驗 那 可是 Jerry除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 表述上面的貢獻之外 那 在比較後來 也有解決者提到 就是說 其實Jerry他對宗教經驗 他也幾乎 提出一個 叫做 解釋 這樣子的一種分析 那 用在那個時候的那個 心理學 就是 大家也很認得 有一張不像意識的 這個 心理和常語 去解釋 為什麼有宗教經驗的一個發生 那 這種解釋的方式 有一點點像是 之前 他原來要批判 他批判的那個 依然有無論 去講說 宗教經驗發生的 生理和生理條件是什麼 類似實態的條件 那 除了剛剛講 他有一個 不要不要速度去解釋 那 甚至其實也有一個 對於這些 宗教經驗的 價值的一個判斷 那 這個判斷的工作 我任何回事 跟他的那個食物論 我的地方派遞 食物處理 這樣的一場 很大的 觀念 那 這三重分析 我覺得 就是 如果我在裏面那個 宗教經驗的開展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 事情的開展 大概就是建立在 James講的這三重基礎之上 那 James用的那個描述呢 他細心用的類似論 那類似論其實也是 James在那個時候 在講事情的時候 很常出現的 就是說 在台台原型類似論 就是類似論 為我們建立的原體 是已經 不是常為一個知識的主流 更往James提出兩種類似 那 所以就是說 那個 可是這個部分其實 你就可以把它拉到 那個 時代的類似去看 那或者說這種類似論 其實也是 基尼學現在在做 故意就一種 例如說在講 人格類似這件事情 那那個 榮哥有一個 什麼人類似外似 然後乘4的 像是4乘2 乘8的 後來他也 其實現在也蠻常用的 一個 人格類似的一些 亮表等等 就是其實現在的 人格的那種 亮表的也 中文可能還是 採在類似論的概念 那其實說 那個James 他就分成這樣 很重要 那 所以他實際的 是不是要這樣分分分 就是說這個章 後來就沒有用 但是James在這邊提出 一個比較重要的主張 就是說 人會適合 不同的氣質 先別的形象等等 他們會開展出 不一樣的宗教性 那他們也會 需要不一樣的宗教 所以 James在這個 類似論的 就是說主張當中 背後有一個 他會認為說 人的宗教的經驗 其實是會 深受其性格的影響 那一個人的性格 其實也代表 一個種類的 惡解性 惡無性 他是無可性 所以 James在 就是說 口氣宗教這邊有時候 是非常看重的 惡理性 那他分為這個 Healthy Mind 也值得是說 我這邊之所以 沒有用一個 翻譯的 一九文字 我對你們都翻譯 那那個 可是就是很翻譯 那那個 Healthy Mind 簡單來講 就是比較健康的 比較樂觀的 對生命 就是總是都可以 癢到滿滿的 活力跟力量 這樣合在一起 那西藝術就是 假設那種 我把它全身為一種 比較憂傷的 比較常常對痛苦 很敏感的 這種心靈的狀態 那 所以 James會說 那種比較樂觀的 那種就是 一步降生 那他不需要 透過自己的那種 經歷那種痛苦的深淵 然後 自我分裂 然後整個的過程 才體驗到 一個宗教的神聖 那 後者這個就是 他說的那種 比較憂傷的 受苦的這種狀態 那 這樣的人 需要二度降生 那 James會說 他總是見到這個世界 比較深的那一面 那 深的那一面 其實就是痛苦 那 或是活著總統要 必然承受的 這些老病死 但是 這個痛苦 為心靈而言 就我剛剛說了 他是一個 對他一起宗教經驗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 一個能量 所以 James其實在 對這兩種類型的宗教 做分析的時候 他個人其實是 覺得說 呃 這類的宗教經驗 是比較有深度的經驗 因為 很痛苦 才會很沒有深度 所以他會覺得說 那個 比較樂觀的那一種 他會覺得 比較 比較 比較淺 那儘管 James會覺得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臭教性 很像 比較淺 可是這個也不代表說 他就有一個 好像就對他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在他考慮一個 就是Having Mind 這個類型的時候 他有提到 那時候在美國的社會 很流行的一個 叫做 心靈意志運動 那這個心靈意志運動 我覺得其實是 很常出現在社會當中 我覺得 他可能用很多 一種正向的自我鼓勵 那心靈意志運動 你們會說 就用一個自我成員的方法 那每天不斷地告訴自己 我會很好 我是美麗的 然後 當我在困難當中 會有良善的力量 來幫助 然後 我們現在不是也有很多 這些書嗎 秘密啊 什麼 所以那個 在這個時候 他有一個心靈意志運動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 有很多這種團體 然後 會吸引人去參加 但有一半時間 其實美國政府 想要立法禁止 因為他用那個 去我 去我這個字 你看就有醫療效應 對不對 然後那個 有一些政府操管閒事 他就會覺得說 你整個配用那種醫療的 用詞的 來講這些東西 去打算進 打算進 那那個 JAMS那時候 就有協同很多 就是其他 他們的文化圈的人 來 就是聯署反對 反對政府要立法進行 那JAMS會認為說 這種東西 就是讓大家 自行去體驗 他如果有效 他就會 他就會在這個生活 繼續存在 他如果沒有用 他就會自能掃失 他不認為這個是屬於 政府的權利 就是要去 幹涉人的辦法 那所以 JAMS他演 就是他們的這個演出 後來是有成功的 就是 政府就 中斷的 那種 原來要去 那 可是JAMS 倒是透過這樣的 一個Mine-ture movement 他去講到就是說 像Mine-ture這樣 一個如果 從一個科學家裡頭來看 會覺得說 他就是一種 一種比較是 好像心靈的一種 好像心靈助力有 比較退化的能力 然後 把自己 交入到一個 其實也沒有辦法 印證的 總之就會覺得 這是一種 比較像是 很理性的 這樣一個狀態 那JAMS就用這個例子 來討論 科學跟宗教的 章定 他會認為說 科學有一種 用他去驗證 真假的這個邏輯方式 可是我為這些 Chinese的Mine-ture movement 的人而言呢 他其實是 比較用這種 使用主義的 就是說 我先講給你 某一個事情 是真的 然後我就 注到這個時間 去驗證他 如果他 他對我 產生的效果 那麼他就是真的 那如果他沒有用 我剛剛就是講的 好 那所以 JAMS想用這個 Mine-ture movement 這個例子來講說 其實各體有 種種去適應於 世界的很多 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系統 並不是說 全世界只能處在 同一種 驗證 真假的那種 國際 同種視頻的一種 方法 所以他 藉著對於這個 心理意識病 一個這樣子的辯護 他其實是想要去主張說 有一種 別於這種 科學的那種 真假的這種 辯證了 或是背後的世界觀 以及 人類去適應世界 和系統的 多樣性 而這個多樣性 他可能就是透過一個 像是這樣子的一種 宗教的實踐 去得到 所以他雖然覺得 這個心理意識運動 比較是建立在一種 當然可能是真的 有點膚淺 跟那個 Sexual比起來 可是他還是承認 他的 無種的價值 好 好 那當他在那個 談到那個 剛剛說要經歷那種 痛苦深淵 才能夠得到 那種宗教的欺負的人 好 就是 症 症 症 所以後來又有了一個 概念 就是 歸一 convergence的概念 去討論他 那他說 歸一就是一個 他就是 後來就是 宗教當作他個人的那種 能量活力的中心 然後他也透過 他的靈性熱情去激發 那他在歸一之前 跟後 之後 他的自我狀態 也很大的一個差別 那 James也用那種 自我去經歷那種 內在的衝突分裂 即將整合的過程 來描述這個歸一的過程 那我剛才講的是我怎麼分裂 衝突 整個 這對我們現在來講 已經是非常合適的 很像的 用我 可是被James而言 在那個時候而言 你可以看到說 他如何用一個比較 心理學的這個胡言 去講一個 這樣的轉變的關係 要用你自我這個概念 那James會認為說 有這種突然的轉向 轉變經驗的人 他有一張大型的下意識 那這個下意識的理由 去破壞他原來的那個 儀式的平衡 那那時候有一個就是 也是一個心理學者 他有去分析那些 有唯一的經驗的人 他一些那些有 比較劇烈長變的人 他們對於那個 催眠的感受度 還有他們也常常做一些 跟宗教相關的夢境 那人也催眠的 經受的努力 還有那個人 做夢的狀態 這些都是心理學者 認為會跟我們的 心理智慧的下意識有關 有關的地方 所以James等的時候 他在對於宗教經驗的發生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一個 用一個叫做意識場地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對他進行解釋 那這個當時 站在於就是說 他看到就是 其實我們的人類的心靈 他的邊緣是一種不確定的 我們的界線是不確定的 那所以只要去講這個 他其實用很多理念 那這些人 那時候去提出這個 sup-consciousness的一些 心理學家 像馬爾斯他提出一個 欲下的意思 欲就是有界線的意思 那在於我們意識 就是界線之外 那個邊緣的地方 所以他們可能會用 chance-marginal 或是subliminal等等這些 然後總之就是 也說一個邊緣的 可能是比較下面的 然後不是我們常常 有那個 就是意識的反思 能夠去碰到的 可是他卻是我們內在性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的 就是法國的一個心理學家 他就是在研究這個 自動作用 那這個自動作用 因為包含可能 我們可能也都常聽到 自動書寫 或是可能會 會說 這個在我們的 那個中道場合 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些說明語的現象 明語啊 發明文的 那等於說是那個 經驗者認為說 他不是這個 好像 他不是這個經驗的原來嗎 他雖然說話 不是他自己在說話 他在寫的 然後一直在書寫 那這個 那個手法 這個東西叫做 自動作用 那那時候我們的心理學家 一會認為說 這好像是屬於 心理的那個 下意識產 有某種同樣 衝衝衝 衝到裡面 這個是一般的意識當中 好 所以 Jim就會覺得說 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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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個人很活潑的下意識 好 那 好 那這個也許 我們看下面 讀數的那個 而 Jim就會說 我們有一部分的本性 跟這個 立下意識的領域 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包含我們 是有暫時 不活動的記憶 除遵致我們所有 有不對動的這些 激情衝動 喜好 厭惡的偏見 我們的直覺 假設幻想 理性信仰 還有一切 微理性的作用 都是由他而來 夢 睡眠狀態 歇斯底里 妄想 心念感力 都是從他來 他是黑氧宗教的多數全員 那我覺得 James這段話在書中很重要 那 當然James在這邊 他就是 比起 在他之後的 Voyed Overview 和文藝術的理解 那James 融格在經濟部 提出的幾個 文藝術等等 他後面的人 很多理論化的內容 是更細的 那James這邊 他沒有 就是他主要的是 援引更熟的 研究這些 下意識的 一些 心理學的研究成果 來重點的解釋 他沒有自己去做這個 研究 那 可是 他會 就是 持續的這樣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 其實是 遇含所有的 很多的 種種的可能性 包含那些可能性 他認為 叫做比較武器的部分 可是他也 有一些 很深的一些性能欺慕 也通通都是 從這樣子 從這樣子的全員合大 那雖然 James沒有在去 細分 或是進入你的理論化 這個下意識 可是 那至少是說 宗教經驗 跟這樣子的下意識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好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說 James對於 宗教經驗 想要去圖 用一個當時 尤其你心理學的意識長域的理論 來解釋這些經驗的發生 那這樣子的一種解釋 會不會也很像我剛剛說 他所批判的那個 《醫學羅務論》 因為《醫學羅務論》認為說 你這些宗教經驗的發生 就是跟你的生活事實上有關 那 就是他的條件 構成這樣子的一個經驗的發生 那James的這樣子的一種解釋 就是說 他會不會把人的宗教經驗 也由於他遺憾的醫學羅務論 約化為一個下意識的活動而已 這不過是你的下意識自我的一種展現 跟什麼神聖的力量是沒有關係的 你也沒有一種東西 那到底James這個 《醫學羅務論》的差點是什麼 那有一個巨大的差點 James剛剛提出一個 關於剛剛說的那個下意識 有一個解釋的時候 他有說 心理學 他說 或是他自己想要用下意識自我的 這個概念呢 他說 不應該排除更高力量滲透的這個觀念 他說 如果存在著那個能夠感動 我們的更高力量的存在 也許根本只能藉由這個下意識的能力 來到我們的心中 所以James在這邊 他是比較有自覺的去區分說 就這樣的經驗而言 他也會有一個當事者的理解 其實當事者常常比較會覺得 我這邊用那個拜拜的私者 其實比較像James這邊 很多都是基督通常的例子 因為他們而言也是很種 來自於上帝 來自於神的那種恩典經驗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他自己不是其中的人 他是一個被動的接受的人 所以我這邊用那個拜拜 不是透過他個人的一個 好像去證取 而是一個領受的 像禮物一般的東西 這為當事人而言是這樣的一個經驗 然後他當然也不會認為 那是他自己編織的經驗 那為神學而言 神學也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解釋 就是說對於人的這些 例如說在基督通教裡面 我們也有像 我們一個木星運動 我們也有很多人的經驗 像我當初說謊言啊 禮語啊等等的這些 那這些也都會有一個 類似說聖言論 或是聖神論 背後的一個神學的一些 基礎或是理解 那如果從心理學的觀念 那 Jim是說 心理學家可理用 和下意識策子的這樣的理論 去對這樣子的經驗進行解釋 那我剛舉的就是 Jim 會覺得說主體的自我理解 可能來自於神學中教傳統的理解 以及心理學家的理解 他覺得這些理解 並不是一種低的或我們管制 就不是說只能選一個 他會覺得說這些 可能代表了一個 對這樣子一個實在的 一種不同的接觸的一個看法 所以他會覺得說 心理學提出的 這樣子一個 一個中介的一個概念 他不應該去排除神學語言 或者是主體的一個經驗語言 那我想這個是他跟那個 他之前所批判的那個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不認為說科學家 掌握到這個真實 才是最痛的實在 那主體經驗到的 那個是已經被 就是說 那是一種secondary的 就是他不是一種真正的經驗 那神學的一些覺得 又不能碰過科學來驗證 所以也不是那麼承認的樣子 那種實在 那所以 Jim在這邊 他有一個 去進行解釋的這樣一個分析 可是他就是 他並沒有要用科學家 看到的實在 來排除其他的實在的文件 那第三個是剛剛說的那個 判斷的部分 那剛剛這個 這句話剛剛有引述過 就是說這個經驗這個 宗教的經驗的人 他有一個轉化的過程 那 Jim在 判斷的這個地方 他也用一些描述來講 他們很會有的過程 那當 Jim這邊的這個材料 材料的基礎 就是很多人的傳記 問詞傳 甚至那時候有一些 對於這些宗教經驗的 問卷調查的一些內容 他是取這些素材 那從這些素材去歸納出來 他有這些可證 那他說他很會 個體帶來一個 噴噴的生命感 然後那個 超越自己的自私索碎的利益 或生理理想 巨大的自由感 愛和和諧等等 那所以 Jim在判斷這個地方 他就分別 針對這些宗教經驗 帶來的種種 一些比較像是等性 Virtuous 然後包括他對於 一個復興的 或那種慾望的節制 然後靈魂的強健 Purity Mercie等等 他也針對這些 去做一些他們的Pretive 那他這邊 他是用一個比較像西方宗教裡面 他對於一種聖徒的理解 聖徒代表一個 就是基督教裡面 對於一個宗教 道德的一個典範的 這樣子的一種 勾勒 那所以 Jim就有一個 對於一個聖徒 聖人的這個東西 做的一樣 他判斷的東西 那他說他對於這些聖徒的東西 他其實不是在做一個神學判斷 不是在講說這些聖徒 活出來的這種生命 這樣 如何去符合 符印的一個 一個比較宗教的 教堂 或是性的這個東西 Jim就說 他是用一個人類的標準 就是一般的活生生活 普通人的標準 那他這普通人的標準 是什麼 他說 這種宗教生活 可以多大程度的 做為一種理想的生活動 那所以 Jim是在做這個 他講的那個看斷的時候 有一些 可能對於聖徒來講 是一種 值得 武力的一種特性 可是因為 Jim 而言 他不符合 這種人類的 他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態 例如說他就有崇禁對於那個 就是他下面講說奉獻崇禁 慈禁 慈禁 他就有一個崇禁的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可能 例如說在那個比較 怎麼講 那種修行的傳統 然後性別 那個男女分割 那他有提到說有一個 就是也是修行的 基督中教應該不是神父吧 他的母性那種地之如蛇蟹這樣 那種如果稍微有看到武生跟女性講的話 我們就不斷的反省 然後不斷的 被那個罪人來衝禍 然後 Jim 會覺得這種的病 他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好像沒有一種活證 沒有一種平衡 就是說 真的在宗教上面 可能會覺得很贊取他 覺得說 哇 他這樣子時刻都會反省自己 可是為 Jim 而言 如果用一個比較 心理學的話來講 他也會覺得 這是一種不見的狀態 所以 Jim 會覺得這是一種不見的狀態 對這些 宗教上認為好的能性 他都有一個比較好的提價 他會覺得說還是回到一個人性 或是作為人類的 一般人類的成功狀態 好 那這個是我剛剛說的 他提出的一個判斷 那他最後有一個對於 宗教特徵的一個重結看法 他說如果我們 把看到的宗教創作特徵 用最分枉的辦法來做一個 總結的話 那他說 就是這些有宗教經驗的人 他們的信件是說 有形世界是一個更具精神性的世界的一部分 而且這個有形世界是透過這個精神的世界 獲得它的名義 然後跟這個更高的精神世界 合一或是可協的關係 是活著的真正的一個目的 而且人是可以過過 像是祈禱或是跟這個世界的內在交流等等 然後來跟他就是實際完成一些工作 那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精神的能量會有無限相的世界 帶來實力或是不值得的效果 那他的這個總結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不是用神學的訓練 那他用一個比較概括這些經驗的整體 而用的一種 其實這項是很能數的 學上的希望 然後之後 James他也是去跟那個 聯救宗教 不是宗教學 對一個活生生的宗教的差別是什麼 那他會認為說 那個就是 其實活生的宗教 他其實 並不是要去關注說 我們能得到一種 就是很像 比較什麼和心啊 等時事的某種理解的東西 他關切的就是他個人的 私人的一個命運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邊講 宗教生活的樞紐 在於個人對他私人命運的關切 那可是這個私人命運 因為常常其實是在那個 就是 好像學 學課之中 這邊是用宗教學 對於一個 一個宗教線上的理解上面 其實常常這個是會被打掉的 那 我想到我 我昨天在準備這個PPT的時候 我接到我一個 國小同學的電話 我想要講私人命運這件事情 他跟我說 他爸爸已經在研究的過程 他說 因為你是學宗教研究 我覺得應該要來講理問 然後 他說他爸爸那個 就是那個 已經在臨終 所以他常常有張望的現象 然後他說就是看到 而且就是看到一個很像 這個白如常 還有他爸爸的媽媽 可能被人家去世 好像要來照他 然後他說 這個同學跟我說 是因為他有參加一個宗教團體 他說 他的師父跟他說 他爸爸應該是被關系菩薩接種 然後他也是來醫院跟爸爸的時候 他是夢到地藏的菩薩 然後他說 他說你會告訴我 就是為什麼 我不是關系菩薩 或是地藏的菩薩 而是看爸爸有成的這個 我奶奶跟姑姑 對 他說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然後他就不照顧 這個就是他私人命運的關係 就是他有關係 爸爸在這個時刻 然後他後來也有說 他覺得爸爸很大的不平安 然後他可以怎麼辦 可是爸爸沒有任何宗教背景 那他雖然自己有皇教信仰 那他該不該去 對爸爸的募金啊 等等這些 他如果念經就說 念經他知道會不會招待很多那個 吸引一些 那好吧怎麼辦 然後他就 他就不斷反過說 因為你是念宗教研究 所以我來問人 然後我心中當然是一陣教育 我一開始聽到他有問我 你知道很教育 因為每每人要說 你是宗教研究的時候 其實你都知道 問臉你不是宗教研究 原來講的那個東西 可是我聽 我剛剛就說我感受 他就誒 如果我在準備經驗 要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忽然間 中間來一個這樣的電話 然後他 他其實就是在跟我表達 他的那個 他的一些關切 然後 然後我們的共和驗者 James在這邊說 他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 好 所以就是現在科學 其實就是 排除那種差異跟個理性 可是 當James在這邊 指出宗教研究的重要性的時候 他就想去看到 他獨特的一個個文性 然後看中那個主觀現實位 這個 當下人的這樣子 一個 一個重要性 那 我回應那個同學的方式 其實也是有一點點用到那個 宗教學 或是人類學嗎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對很多事情的眼鏡 會帶著文化的眼鏡 就是 這個文化的眼鏡 會決定 比較容易看到什麼 跟不容易看到什麼 那因為 爸爸沒有任何出教信 可是他一定都少 長在一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文化氛圍的眼鏡當中 會覺得說 就是那個什麼 蜜百如常啊 或是會看到親人啊 我說這些 這些眼鏡很容易出現 而你只是因為有一個 佛教的那個 參與的經驗 所以問你 你的眼鏡 就讓你比較容易看到 那我剛才說 這些不同的看見 他並不抵觸啊 並不是說 只有一個是真的 我說你們就是在這 摸從一個現實 那 看不見的也不代表 不存在 我就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用你 一個 佛教徒的意象 為爸爸 從你的這個宗教傳統 去為他那個 祈願 就是祈願 佛教會說是祈願 為他 為他祝福這樣 那 可是他看不見是因為他過去的這種 種種的那種經驗啊 那他不可能一下子 所以我看見 這不代表 就是你們是真的還可以 才是真的 然後他說那個 你也經常常會有很多 吸引很多 很多別的跑來要搶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 欸這也是一種做功德啊 然後我發現功德是那個 關鍵字耶 唯一說的功德 他馬上突然開朗 他說對喲 我在做功德 然後他就很高興 然後他說對喲 我果然來問你是對喲 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只是我的 只是不小心說他的功德 這兩次 會讓他覺得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關心被搶走 而是說 我說你也可以跟自己 想要來分的人說 你主要是會發達 可是當然他如果有想來也可以 可是不要這樣子真的 然後你也願意分錢給他 我說這樣子是 就是本土又風格的概念 對 然後我們就 那功德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 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文化的概念來看 是一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意義系統 讓我們能夠就是 引導我們的一個生活 這等一下我們可以講 好 那所以那個 那Jim是在後面做一個走劫性的時候 他認為說宗教最簡單的說法 或是宗教鐵除那些 背後的不同的心理教導 最後其實就是一種 有個體對於不安的那種感受 以及戒指跟動靈略一樣的 適當年紀能得到的這種 寄法解救 然後這個傳統的描述 他覺得那個School Group 就是不同的心理念 但是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其實就是一種不安跟他的解救 那Jim認為說宗教學的任務 就是保持宗教跟其他科學的靈氣 所以最好先找到一個去描述這個 去描述這個什麼 智動高者的這個方式 然後讓心理學家可以認得 這個真實性 那在這個時候 James就會覺得說 剛剛遇到我們的下意識字 他已經是被公認了心理學 承認的一種 一種心理實習 心理實戰 然後James就會覺得說 會透過這個中間的概念 去做了一個宗教跟科學 一般的解釋的強量 那他說在宗教經驗當中 不管主體如何感受到說 跟他有所能力的神聖能 更高的程度 不管從比較遠的內斑 比較遠的內斑就是 直接是神學理解 宗教理解 不是做一個性能的一個自我理解 那他說 可是如果我們從教經的這邊來看 其實這就是心理學的原因 他認為這是意識生活當中 下意識的連續 然後他說 撇開這些外性能的內容 就是討論共同另一半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 可意識的個人 多廣大自我相念 他就學的經驗多此而來 那這樣的經驗 就其範圍而言 他是真實的管道 這是大家今天 James想對真實的看法 而且是作為一個很真實的主要 那這個 對於個人經驗中施 這個我先講一講 James在做這件分禁的時候 他其實是對個人的剝除 就是實在是比較開放的狀態 然後他也會以為一種非常實覺的狀態 保持高度的一個技術 那他比較想看重的是 宗教經驗的內在意義邏輯 跟他自己的一個價值 那他寫出說 宗教經驗其實是人類經驗的一個重要部分 他這個宗教經驗是 全種副標題就是人性的看法 所以為他為言 雖然他沒有要找尋一個心理學的一個鋪片法則 可是為他為言是透過宗教經驗去理解人性 所以宗教經驗是我們理解人性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然後宗教經驗 我剛剛講說 James為宗教經驗做辯護 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意義是說 他為研究宗教經驗這些事情提出辯護 就說儘管很多人不一定要認同 就是精神經驗這些宗教的經驗 他作為人類經驗的重要部分 他認為說他有一個重要的 研究的價值 而且他們因為不是所有人都經驗過的 他就牽出一種可被理解的可能性 那我有一次也是最近在做一個寫大自然中的理性體驗 然後去訪問一個對象的時候 然後他就先問我們去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們沒有參加過 然後他說你沒有參加過你只知道怎麼問 他就說你沒有體驗啊 這樣 然後我就說 可是像我們要做宗教經驗的 不一定要有宗教經驗 可以做宗教經驗的研究 我們還是可以試著某一種方法來 很好的 就是這個印章非常探訪 所以雖然經驗宗教經驗 不一定吸引自己會有的經驗 可是他也具備某一種 某一種可以被研究的可能性 然後他也舉出一個對宗教經驗 對病理學士的那個能力 這是那個他對宗教經驗做出一個 可能跟過去的不一樣的一個辦法 然後那個這個跟剛剛講的那個有點像 就是他說如果存在一個更高的精神動力 他可以觸動我們的話 那麼促成他的心理條件 可能就是我們的下一世 然後這個一定會讓這些精神動力接近 最後一句話也有詩意 他說親情時的宣導 也許會關閉到就是夢 那種下意識狀態當中 親情風大開的人 這個會跟那個日後說 對於宗教經驗的人 我們意識很久 從多一個到我們以來的這個 這個媽媽其實是很像 就是說我們白天親情的 意識狀態 就是在這個之外 就是在一個夢中的夜晚的 意識便利 可以壓迷的 沒有什麼察覺的 那他們公共指出說 其實是這一塊 這個心理的成立 跟那個增長經驗的發生 我們密切的關係 那俊傑認為說 對於其實日常狀態 只是一種特殊的意識狀態 在他的周圍 它存在是屬於不同的可能的 一個意識狀態 那如果我們要對於宇宙教經驗 討論的話 必須撞出這些今天 這些意識狀態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判斷真理 真假的這個議題 那這邊詹姆斯 使用問號的臉場 他說使用問號其實是一個 關於真理意義的發生理論 不管你講的是信長真理 或是科學真理 那他說真理不是特定的內容 因為辦法事先預定 真理是一個利益生發 又正常自身的過程 那我剛才用我的醫學 那個michu來講說 他如果去驗證 那種真實的一個方法 他其實也是用一個 自我做實驗 然後自我做的一個 結果的領受 判斷了這樣子的一個背勢感 那 就只會認為說 真理能有一個對線的價值 這個對線 也其實是一個引導作用 你認識了某種這樣的東西 如果他有一個真理的話 這個真理可以帶你去 進行某種連結的引導 如果他給我 可以引導過去 他就具備了這樣的一種真理器 所以就是他站在一個協物的背後的 這樣的一個真理外 好 然後呢 可能時間其實是引導 那我快速進到最後 就是說想要跟別人看 看好對一些心理學者 比較有任何的啟發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就是他對於宗教經驗的研究 他是能夠對於心理學者研究的範圍 或去過於看中這個比較意識之次 或是想追求一個普遍心理大則的 這樣的一種 一種經驗 對於一種拓展 然後這種 就是對於少數經驗的重視 他其實可以開展另外一種 心理學的實施的一種可能性 那這個少數的經驗其實也是 比較連結到說 人類的可能經驗 然後從意識到下意識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都有 都有講過 然後他跟我們說 藉著心理學這樣的一種 中介概念的一個提出 他可以去協調科學跟宗教之間 可能會有一些貼上力 那對宗教學的啟發 其實宗教學裡面 看中的其實也是比較 是屬於經濟流的一些 宗教傳統的一些歷史思想 等等這些面向的一些理證 那比較制度性 和意義教理文師等等 那我就是在這邊 他提出了一個對於經驗研究的 這樣子的重要性 那我今天有找歷史紀念 他在那個書當中 其實也有兩張在產生 那也對於宗教紀念 後來做的那個歷史紀念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然後他提出一個我剛剛說的 有三重的理解 性同理解解釋和批判的這些分析 那再用一條設立了 中學裡面長條其實是有一種 屬於就是內部的一個性同理解 或者是外部的一個研究的 所謂科幻文化 其實這也有點像 人類學在講的 Avis section 的這種 只是宗教學生 insider 、outsider 的這個二人去講 去辯論這些 那我覺得 Jim 在這邊 他提供的一種 就是第三種 就是不是insider也不純 是outsider的一種 就是regressive 那我這個詞是從另外一個 private的學者 他有一些一個company rule 也就是說 他提出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真心的意思是說 這個研究者其實 就是當他站在外部的時候 他不用自覺於一個 就是說他自身可能是 整個人類經驗的一份子嗎 他自己就是 他要去研究的那個對象 那也是自身於 自身於其中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那個insider而言 就是說 在當代的那種 那種其實是一個多元的宗教 而且其實已經充斥成很多 對於宗教有種不同的理論 這樣一個理解當中 那麼 那麼就是說 信仰的那種單立語言 從一個單立宗教 傳出來的一邊 他勢必自己也要去做這些 不同的理論語言 有一種可能去理解 或是對話的這樣子 一種形式 所以我覺得 Jim 在這邊去嘛 他提供的不是一種 像我們絕對也要站在一種 就是說所謂的外部的 這種科學的理論上 才算是這麼大的學術知識 好 然後那個 對於那些日後的那個 拍展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Jim 在這邊去聯運 那個下醫師場的研究 他其實是後來的那個 幾個 我覺得其實是很細緻的 對於那個 宗教經驗 不管是發生 就是 Jim 看中的那個 他帶來的一種 專畫的效果等等 國異的論文的這些理論等等 其實就是說 一直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賣力當中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指出了這個 五一世或是下醫師 五舊的很重要性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也指出說 這些宗教經驗 其實是跟個體去經濟的 轉換的關係 有很大的亂聯 所以 他也就是 對於這個 日後五教世上的榮革 或是超分人心理學等等 對於那個 宗教帶來的轉換 這個理題 有一個很大的歧視 嗯 榮革和Horayne曾經在 James去世的前面 他們就是去 就是受邀的Taylor University 就是 頒幫他們的榮革武士 然後 那個 在那時候 James跟榮革也有過 我們有見面 然後兩個人講的很久的話 講很深的話 因為他們其實都 應該說 榮革跟柏瑞就比較難講一個話題 講真的 就這樣 就是說 就是James跟他有五個人的講 這樣 那 如果真的會變之後 James可能就 就去思考 就是 力圖轉換和看轉換 然後還有就是說 其實對中華心理學而言這種 科學的理論語言 跟宗教的配在一切 它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群體 背後的問題 那 James的心理學 中華心理學 對中華經驗的分析 其實也是針對這樣子的 日後的對話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那 我在今天 演講當中有提到說 心理學其實自己 不是一個沒有任何價值 但是看起來會幫忙 有一個中華的分析 心理學自己 其實也都會提出 種種對於 人性和人觀的角色 以前他自己對於 人觀的價值思念 所以當心理學跟 宗教相遇的時候 牽涉到了 其實就是種種 這些不同的人觀 或者是生活意義的 理解跟價值的一個對話 所以 當 我們在表述 宗教心理學的時候 其實這種世界的說法 可能是要把它講成 是宗教人性的學的對話 那 James在這個對話當中 他處理解各體宗教經驗 對於人類整體經驗的重要性 然後他從綠下醫師去解釋 宗教經驗發生的疑問 以及對於宗教作用 以及真理學生的白思 都對於宗教信理學的後續發展 提供的重要的參考 我們的講 好 那我先會給大家的這個 可是我說 我很喜歡念 慧恆教育消道 其實我是常用的 慧恆講的 我們的心理學 然後講這個其實也不一是 如果我今天是要講說 為James而言 我們的心理 可能就很像 朱熹這首詩在講說 是那個天光源於共海關 就是說我們的心靈很豐富 然後他很廣開 也很大的一個深入 那 宗教經驗 也許是去映照出這個心靈的廣告 跟深入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材料 所以我們通過他去認識 我們的這些心靈 所以我最後才是 才選了朱熹的這個詩 還有這個圖 跟大家去分享 那麵請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啊 精巧的演講 然後也恭喜你 你出了一點心 謝謝 恩 那個 關於你的演講部分 你回到那個前面 有一個 皈依那邊 蛤 皈依 你沒有寫英文 但是你 他 我說是 是這個嗎 對 你說conversion 對 可是第二個 James認為有突然 皈依經驗 你說有轉 好像是下一個 有轉 轉皈依 請客 請客 對 那不是 我意思是說 皈依可以是從沒有信仰 到有信仰 對 可是英文的話 conversion是從有一個信仰 到另外 對 另外一個信仰 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經驗 一個是沒 做到信仰 到有 一個是從原來有 到另外有 那非常巨大的差異 所以我不知道說 你這邊做不做這個區分 還是做建築 因為我不知道原文是 對 他其實是conversion 然後當conversion這個詞 我在那時候辦這個書的時候 我就用個 歸一 然後那個 其實 後來文才知道 原來歸一是佛教的 用語 會用這個 這個字 那俊倫在這邊用的 比較不是社會主義講 改宗可能 改宗就像那個 老師你剛剛說 從某一個信仰 改到另外一個信仰 那俊倫在這邊 他是講說 原來一個人 宗教不是他的 生命中心 生活的中心 可是 宗教從一個邊緣 進入到中心 然後他的生活成的一種 教委中心的這種改變 他有清楚的這樣做 對 他有這樣講 然後因為他 我這邊一直講前課 我剛剛沒有講 詹文在那邊其實他有 句句跟說 有種是很戲劇的突然的變化 欸有種是這樣慢慢慢慢的 就是 欸有一天你回首 你才發現你有改變 可是不是那麼明顯 看出來 那詹文在這邊講 但是突然間的 這樣很多都是借酒的 就是那種 對 借酒 他經過教堂 然後就進去住在後面 然後又聽到牧師 講這些東西 後來 然後從此再 摘入地球 不是這一種 他主要是社會學上的 就是那種表態 那我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 你比較多介紹 這個Juice的 說法 那我不知道現在 他影響台灣的 宗教心理學 什麼樣的研究 還有 能不能 因為我拼姆做了一些研究 針對你個人的意義 能不能用他的做指 讓你施進你個人的研究 剛剛說 因為Juice也有像 科威德跟榮格 後來都有他們的學派 然後很多後繼的理論的一些 Revise 然後等等的這些 就是 就是某種程度來講 Juice被作為一個 放在博物館裡面的狀態 也是有一半的真實的 所以他沒有立場的學派 然後他最主要都在講那種 實驗論 或是 基進的經驗論等等 這些可能 反而是比較是在哲學 哲學的話 因為這下比較多人談他 可是如果是關於 宗教心理學的研究的話 我覺得Juice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說 開啟視野的人 就是說他比較沒有具體的理論在 然後再去讓人家 好像還在用談他的一些理論 不過因為我當時說 那個美國 他有一個Juice去 100年身後的Revisiting 那時候出了幾本書 那是有的人欺負吧 Juice的一些 其實以前他講的 這些律下 這些理論等等 然後把它放到一個 現在 法院是認知研究的 在講scription 就是說我如果去辨識一個宗教紀念 叫做宗教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件事情 他不是事先要被規定 就是說我事先有一個定義 然後我去選擇 什麼定義 而是說從主體 他如果去辨識自己的經驗 叫做宗教紀念 那他就會有一個 大概的理論 比較像是認識的一個理論 那一位學者 會把這個啟發連接到 Juice這樣 所以Juice我覺得 比較像是做啟發者 可是他的那個 還有某種基本態度 比如說我剛剛說 他會合作原認 現實的這些 那要不然直接去圓引 因為他的其實已經有很多 那台灣的 台灣做宗教心理學的人 台灣就很少 那直接用他們就 不如就是我書中 可能要提到後面的這些 呃 瓜瓜想 特體關係的這些 都還比較好用 那Juice會比較少 你自己的正在意 我自己做那些 祈禱的經驗的時候 我是那個 就是說 Juice在講 Juice有一些地方 有談到祈禱這件事情 然後祈禱意味著怎麼樣 跟某一個神聖的對象 就是 我在那個地方 會原理一些 Juice對於祈禱的說法 就是那個是比較肯定的 曾經原理他 可是他不是我最主要用的 就是大概 呃 我寫這本書有一個目的 其實也是想說 你說宗教性 可以用的那種 Runch其實還蠻多 所以我在做這些 祈禱經驗分析的時候 其實是我 和書中前提到的那些觀點 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運用到 可是 我就說 如果就有一個被用而言 可能沒有到 我可以用來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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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四十年前,我們在鴻馬俗語學院,Dimodal Vigil 他們其實運用了一些分證的融合的疑問,來貼律,然後來訓練書 教會的人士,他們的結論就是,因為他們是醫生,心理生 他們的結論是說,這個訓練啊,宗教順便出來,其實對能夠成長沒有正面的關係 這一關,其實我不了解Vigilis,那我們在現在的研究的整個趣事是 你會不會讓我們多解釋一些我們這一關的故事 好,謝謝 我補充兩個,一個是你的大展觀點,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他在講的宗教典訓上面 那發展這一塊,其實是那個,Jims的,他如果在心理學方面,他也是被歸導的功能 那功能不能其實在之後的等級學派要進程分析起來,從來其實就落落 那Jims當初被批判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說 他的心理學比較沒有發展事業,就是他比較沒有關注發展的理由 那發展這個理由,是當時後來的經濟分析,OEED 或是榮格也會講一些發展 不過榮格的發展,下去會跳到中年 因為榮格非常看重中年老年這一塊,他那邊談得很細 可是對於內容比較重生到中年這一塊,沒有看到那麼多 那所以Jims的理論就是,有五輩曾經被指出,覺得說 他當然很關注功能的描述,可是他沒有去看重各種的發展 那,對,所以就是他的心理 當然,我在這邊重新把Jims拉到那個心理學洩 其實一方面是因為他後來其實是比較是在哲學學洩派中 那Jims也同時擔任美國的心理學會跟哲學學會 這個在現在應該不可能 一個人同學是兩邊 那,然後一方面 可能可是的確Jims會,我剛剛有說 很有體系的很多很多這些,他其實就是 他可能有的,我有就提了一個書 然後還有那個宗教經驗幾種種 這些是比較具體的,比較談到宗教的 那,的確他比較沒有針對發展節快 可是他會指出說,宗教會有一個人的那一種 就是說,內在的轉變,個體的成熟 你扮演的很重要的宗教系 那這個東西你剛剛說在你們的訓練裡面 同時用Jims跟榮格 好,榮格這邊就談月光 榮格就談聯合這個集體的歷史 那個整合的過程這樣 那,剛提到說對於那個訓練的這一塊 現在有一些交通心理學的運用 他也會用一些正常心理學的這個成果 然後,作為一個人當然要選擇這種 比較像是修道或修行生活的時候 到底合不合適 就是,也會運用這些那個心理學的 很健的一個方法 因為那個牽涉到某種特殊生活方式的選擇 那,所以就是說 這些事情不是說 只是你有一個好的意向 或是想要做一個修道的生活 就代表可能你在一樣的生活當中 或是適應 我知道有一些 社會的問題 他是會運用這些 心理學發展出來的這種 建立的一些方式 然後,幫助這個想要申請的人 先做一些自我的理性跟分辨 那,就算Jims去講的 就是說,一個人有某種宗教性跟那個 是不是健康 這兩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 直接過去 我剛舉一個例子 他會覺得說 包括多一個人也跟我們說 有時候宗教有太大的罪惡感 這也是一種體驗的 或是宗教成為一個人去 某種逃避自己的議題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宗教問題出現的一些問題 例如說那種 呃,完全成為一個喪失 然後,那個 那個 常常其實也是在 在一些面對自己狀態的時候 可能用的這種方法 這樣 所以 所以那個宗教性的展現 跟那個 那個 是不是一個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 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生活方式 生活樣的狀態 這兩件事情 其實沒有一定是 掛在一起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 發現有一些 休息的 或是過這個 這種 種多的生活 可能不一定沒有成熟 好 這個是不是 金文傑老師 謝謝 林佳人很豐富的 這個 有時候的心理學術部 我覺得他就是 這個意思 那個 這樣子治癒聯合的心理學 就治癒 你以為人治癒 他這類型的 因為我去過 因為哈佛大學 剛剛已經學生的一個儀器 就是在 建造 那樣的儀器 我真的很大 很氣派 然後他有 不只是 心理善 那那個 德學大學 他的那個 物質基礎是 跟文化不大學其實 蠻好的關係 然後 你們都跟他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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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就 想要把這個金文教的思想 把這個 那個超越性 就已經很主題化了 因為 潮流從來有關係 那這邊就想到 有時候 其實這樣一直蠻塞狗的 不時要被把這個 最高的超越性 要搬出來 那這邊 這種 你基督教的 超越性的辦法 不想像 那他怎麼去看 地方的地方出現 霧術啊 或者我們派 社會主權 社會主權 這種東西怎麼去 跟他所建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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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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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去 用他做什麼 十分鐘幾個 那種 趕快在一起 這樣 就去看待這個 跟西方世界的這種 這種超越性的危機 等等 那一個 這位 以前教導 因為你剛才講說 南建伯從石油鼠的角度 好像對這種 西靈神掌 新的吉他 都很認可 那 那 那跟某時候他就是一個馬克思展宗教的意識形態 他常常就是讓那些人覺得自我成長趨往正面的自覺 那這個智慧經濟的剝削 那當時既然是美國社會的自由主義的這種潮流的幻草 跟美國的經濟增長也有關係 那可能那種白癌都會發表沒出現 那可能那個就是那個怎麼去切入 經濟的宗教經驗 這個時候他就把這個專業個人化 個人、私人化 那這個經濟性的宗教經驗 所以就是很大的運動 廣泛這種東西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去 可能從這個地方這樣子去連結那個氣味的東西 謝謝畢教老師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剛剛有說那個Jim成長的文化背景 其實都是比較是所謂的人人的圈圈 他從小他爸爸帶他受教育的方法 其實是在很多人就在歐洲服務的地方這樣受教育過來 然後他們家 我剛剛說他們是他的大夫 然後那一陣就是那個比較在美國新藝圈那個區 很多那種客人、養飾等等 也都是他會把育體的做上課 就是說他從小其實是在這種氛圍長大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距離一個平民 最接近的是他對那個MindTuber 可能這件事情 就是說那時候的那種會用很多這一種的 其實用方便又很便宜 然後又不需要付出太多的那個 就是說他對他能不能走去講的那個 可能是他比較接近 那當然他自己對一些比較靈美的現象很感興趣 就是他 他其實也是在美國當初的那個超心理學的 研究學會的方針之一 就是他對這一類的研究其實也很感 很感興趣 那可是就是他 額就是我 我說他其實 因為他很多可能是 表達對那些態度的一些看法 可是他比較不是真的是去做某些研究這樣 那可是如果說講到那個比較後期 就是說 差不多這種比較是屬於 剛剛那邊老師說的那種 魂人圈然後講的那種超越啊 神聖的這一塊的文化 那在後來的 額就是有另外一個 不過他比較是精神跟背景的人 那種教學 就是懷孔我剛剛你講的那種 他自己在那本 Hearing Religion裡面 他整個還是有一個是西方的例子 可是他當時講了很多的西方的那種 比較像是那種 我們會認為說的 比較是 比如說是 庶民階級的很多經驗 例如說 他會把那個 聖經裡面去講那個基督 三地復活的那個經驗 然後把他拿來跟那個 就是今有一個 就是一個在一個 美法院中一個洗頭工作的人 然後他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 就是來看他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他其實已經 就說可能一兩天前進去 去世之內的 然後他說這種 他也看到 佬佛聖經的人在來以前 那跟耶穌的母婦看到 耶穌佬佬佬佬人這種的經驗 就是他會拿很多這一種 我們覺得 好像不是被放在那種 已經早已變那個 神聖的皇家 放住的那種 神聖的眼睛 他會拿大量的這一類的 而且在實際上發生了 對 他就收集了很多 那大家都是美女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 就會有點突破 剛剛女老師問的那個 就是Jones這邊講的 總是 好像是那種比較 跟什麼超越的一些連結 那的確是有一些 後來的那個缺責 那我剛剛說的 他其實也有另外一本專區 他是在講說 其實對於這些 我們都認為說 小道的經驗 然後無路流 然後聽牆很像 登在那種地方雜誌的那種 商業線盤 什麼時候 他會提到說 其實在 就是創作Jones的年來 其實是有很多 學者是 是願意探討這些經驗 只是說在那 其實你覺得後來 真的越來越超像 剛剛說的那種 科學實證的 發展之後 剛剛說的這一類經驗 通通就都會再被拿進來看 而且那本書其實 也有點想要回頭去追戀說 這個其實也是 他們會去關注的現象 那Jones的確 他也是有一種 比較像是 美國文化的那種 樂觀傳遺 就是說 剛剛那個 D老師會說 對心靈雞湯那種 很認冷的 那雖然Jones 他是會對於一個 就是 Sigsaw 那種比較 經歷受苦 而來的那種 是比較 很認放 然後就是 可是就是 按照那個 中華心理學 後來的話 後來Jones之後 其實慢慢的 有可能那個歐步 從那個 存在主義哲學 那是主義等等 他們就是流亡到美國 然後就帶來另外一種 中華心理學 另外一個樣貌 然後歐步過來的 這個傳統 的確就會跟Jones 這個時代的 隱藍還有 種樂觀主義是不一樣 就是說 Jones 雖然他還是看中何種 他就比較有深入的東西 可是那個畢竟還是在 美國文化當中 然後 就是後來那個 戰爭的發生 就是也有的人 有提到說 就一直當 處處當中 他還是養育成很種 比較輕快 更關注別人的東西 那個東西後來其實就 就是這個 就我們就沒有 喔 就用我們所吃的這些 過代價的一分不型 沒有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不曉得 我的題目是不是 我有 因為 年齡要看的 就 在這 做一個 好 但是 從你今天講的 我覺得蠻有意識 而且也就是連接到商談、商談、商談的方式 所以說您在今天的報告 當然今天寫過這個什麼叫經驗以及總總 那我來經驗講就蠻感興趣的 那第二個說您在實際的影響 蠻強調的說個體性、個人性 那麼這到時候我們每一方面 每一方面都在做什麼經驗 因為我們就要在屬於比較傳統的宗教之外 那當然就會去取消了這種 總體體性 這樣來看更有什麼去影響他們的經驗 但是如果您今天報告 這個動盟更有興趣多 但是你跟我自己在這裡也碰到六下神能呼吸的一種 這個三代 就是他常常會更進行到各種性 所以我的經驗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在當代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尤其是個個性、個性、個性 這樣一個通常的經驗 會幫助我們才能 所以如果說 所以如果說從天本身 這樣一個自己的順解 才能夠更好 你說個體性的這樣一個經驗、宗教經驗 如何匯集 這跟別人的這樣 然後成為一個聚主 一個中校的經驗 有這個代表 謝謝 謝謝 當然 因為James對於一個個體性的 強調的一個意義 一個是放在 剛剛我們在講說 在那個時候開始建構的科學心理學裡面 他還是對於一個普遍的心理法則的 看中的漫游之下 那當他去強調個體性的時候 就是在那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這個對於一個體性的 強調的一個他的特殊性 那這個概念到一個 比較後面 比如說 如果再講他的 就是HF 他就會對於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發展的觀念 沒有更多的一個談話 就是說一個個體 就是如何達到的一種 那一種完整的一個 就是比較人格的統整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狀態 然後他其實是一種就是說 好像 我如果用某個留言 然後某種 個人的命運的一種實現 可是他又有實質 跟一個整體人類的經驗 很完美 他剛講的那個 容格講的那個 個體性 或是自信 有發展 有這兩個 這兩個面相 就是說個體性這件事情 在比較後來的一些 中央性性的參觀 一個理論的時候 也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一些 理解 或是理論的一些 一些變化 那不過我剛剛也想到啊 就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 黃先生他在那個 好像是我們 經濟主義的那個 脈絡之下 去看我們的 海灣各個面相 他接下來 有一個專輯是 一樣是討論 親密跟自由的 然後 這個個體性的概念 也是那個 黃文維先生 他在那個 講那個 就是個體在這種 比較當代的 整個性自由主義 社會當中 某一個特色 就是那個宗教經驗 一個這樣子的 追求某種 一個體系的那個 一個特色 那我當初 書送給一個 黃先生呢 他就有跟我說 他很喜歡 會練Jim這張 然後我就不明白 並且說 Jim其實都很不變啊 你認為是不懂的啊 其他為什麼 他會喜歡 然後後來就想說 可能這個 會不會就是 連結到剛剛說的 就是說他當然去反思 在一個當前的社會當中 宗教具有這個 某種個體性的特色的時候 那是不是 或是Jim他對於 這個溝源現實的 開放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也是會 他會喜歡這樣的 一個偷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遇到 黃先生會再問他 對 那我來想 其實也是 只是一種連結 就是說 對於我們當代的 宗教信法 某個體性的確是 這個 就是說他 就是例如說 林敬這個詞 遠比宗教大家更喜歡 然後他比較強調的一種 就是說 其實他在談論宗教經驗 應該說他在談論宗教經驗的時候 常常也會用一些 比較心理學化的努力 會用一些類似的自我 心靈啊 成長啊 超越的這種東西 去做為一個 他的宗教性的 某種說話的方式 那個意義的框架 就這種東西 越來越多 在那個 接觸到很多人 在修行的人 然後可以講自己 修行經驗的時候 其實是加上很多這種 比較心理學的自我 這種 這種 或是什麼 意義專化的自我經驗 其實有很多 所以 好像這個概念也可以就是說 作為一個 就是捕捉當前的 某種 什麼 就狀腸性的 切入的 一個點 好 剛剛在講說 那個幾句呢 就是 蒹子在那邊看中了那個 好像 文特的那個 或者是背後的龍腫 就是 當 蒹子低音 conform 他還是會被 他這邊的詢細有一點複雜 有的人認為說 蒹子把他們成為一個 比較像是作為常進學派 就是說是那種把相關的一些文化、社會、歷史 把人家拿掉 然後只要看那個所謂的本質性 把他認為是那種本質學派 然後那這個其實是把他設為對他的批判 因為在做那個歷經驗的時候 有那個本質派跟那個建構派的定論 建構派會認為說 你說有個經驗文化討過那個文化 文化社會的歷史法界的這個框架 沒有一個叫做本質的問題 可是你看Jerry在最後 他還是想要得到一種一致的 我們說落安跟這個落安狀態的進行 好像還是某種種種種種種 以淬煉某種態認為比較 就是大家背後上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他的 理論提出來的時候 比較從建構派出的立場的人 他會把Jerry是歸告一個本質論的訊號 認為說那他這個本質論 其實也會跟這個宗教學員 開始在建立的時候 其實是都比較談本質的 Potovide的那種 那君子跟他們一樣就比較分 可是這個就被成為後來的 就是比較看重一些比較 文化對人的一種影響的時候 會認為說他對建議的影響 沒有看盡 張鶴 張鶴跟女朋友可以 可以搭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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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響 我覺得很享受 因為 我應該先講他我很判也肯定 就是Gwen James的那本心理學演員 他在我學校上 三十五年我都還能把它讀完 然後今天聽你講他 Gwen James在談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很享受的主要研究是說 事實上 比較 我是 比較關注在 性格這方面 然後他今天所談的 就是對他 他特別差異的一些主觀經驗的重視 呃 代表了 我覺得 我應該要帶去重組 Win James的書 那 我為什麼他會覺得 我很享受主要聯繫在他 我以前就很關注就是說 有些法師 或者是什麼 他們有些宗教經驗 跟在啊 精神棟裡面啊 被稱為幻定幻覺的 的差別 事實上他可能也許都有同樣的神聖經驗 但是有些人他會被尊稱 或者就是 他對於是一個 呃 幫人家解惡 或解困惡的一個 好的法師 但是有些人確實會是 被認為是 精神兵兵 那 從Win James 今天跟我講的這些裡面啊 我覺得 嗯 他設計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有在啊 個別差異的經驗 那這個個別差異經驗啊 就會是從人的性格 或是從人的成長經驗啊 這差異啊 延伸出不同的經驗 所以 我也覺得他跟 呃 我們所 也許啊 之前就是這樣感同一些的人啊 呃 可以有一些類的解決定 譬如說 事實上啊 他對於 人的經驗的多元性跟複雜性啊 那 他提供了一個 阿坦生物的一些說明的描述 那 我覺得 嗯 他讓我看到啊 人的經驗的 多元跟複雜性 而且他是以中心的角度 再看看所有的經驗 那這個還是 我覺得 我肯定他們 然後 我這邊啊 從 經理的講的內容裡面啊 我會覺得 呃 如果要特別看 溫健史的宗教 相當的經驗 應該 不適合把他作為一個宗教性 來稱呼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啊 呃 蠻從實證或功能主義的觀念 他在看什麼東西 我也不覺得 我也不覺得他是啊 用他 操克的心理學 我覺得他就是 希望他比較能夠啊 窮盡的 或者是他比較忠性的 或者比較 呃 怎麼把他 帶到他對人的幫助 人家的角度啊 去看 譬如說 在你的各式各樣的經驗 我們怎麼可以把他帶到一個 比較 正面或激情的 跟另一面相 那從你的 呃 今天的演講 你就回到我剛剛那時候 關注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些人他有超絕或神秘的經驗 他可以實證下來 那有些人有超絕或神秘的經驗 他確定是 呃 被我的精神機率病患啊 也許啊 從溫健史的這些 說明裡面啊 可以得到的一些 呃 呃 齒發跟 呃 雲道 嗯 那我最後還有兩個故事 一個他是 是你的老師 你的會啊 你的 他說他以前啊 呃 他曾經接觸過一個老婦人 婚姻的痛苦 然後啊 來求助 求助他 心理智商的十六指定狀 心理智商的方案啊 那用了很多他現在的心理智商的一些技術啊 或者有原則啊 放他往往啊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因為啊 他覺得他一生啊 再多一傷病啊 真的是嫁錯了 然後很痛苦啊 等等之類的 一直啊 抑鬱過關 然後啊 呃 身心糟糟了 他的痛苦 結果最後啊 那個 心理師啊 本來講的就是 啊 就把他當作是 修一下你這樣 你就這樣 你就這樣 跟你說啊 欠他的這輩子 來往戰 那對這個老婦人 忽然釋懷了 他完全他就覺得就是說 喔 那我這輩子要把戰 往來的話啊 我下輩子就不會啊 那你差不多收到這樣的領域 所以 實際上對這個人來講 你要用他的 熟悉的眼跟他啊 能夠啊 去不應的一些心理經驗啊 去相連結 才會可能到一些 把各自然帶到 這個比較正向的 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例子啊 是 我 你家裡知道 我家裡他 學到文明教系 文心理學 他教了 嗯 十幾二十年了 他 常有文學院的 學生修為這個 中文系人 他說啊 他 初中之際 走 野嶺大 然後是 然後 他會 不自覺的 教練 那我把他 這樣的例子啊 在 課堂上講 所有 修 心理 心理 心理學科的 學生 都是 心理系的 學生啊 都很大笑 那我剛開始 也覺得 就說 奇怪 為什麼 初中之際 他走得很大 然後看到他 呃 落葉啊 落葉 樹葉掉下來啊 會 有落淚的感覺 那我覺得 他就是心思 比較 細膩的 他可能很多很多人 給你講 我早期不太清楚啊 他們會不會有這些感覺 可是我教到很多人 有時候 我就覺得 有很多很多人 會不會差 我相信 呃 就我的了解 是比較 心思細膩啊 然後很認真 可以 你對人的這些啊 這種感受 比較厲害 就是他這些啊 就是 所以我相信啊 初中間見識的 這些說明裡面啊 確實可以讓我們 他更擴展 我們對人的經驗 雖然我們說 他有個常態問題 那可是 對未來很奇怪的 我們好像啊 通常都 把他當作 是一個 或者比較 偏 偏側的感覽 但是我覺得 從他那邊啊 扣在我們經驗 可以對這兩個 比較齊專注 就是 產態跟這兩個 情專注 多一點關注 嗯 謝謝 謝謝學長 對 會 就是 今天學長呢 其實我也蠻感恩啊 因為那個 就是 心理學是我們的 哲學術 營重的 訓練的 然後後來走到 中間研究 那時候 當年跟李老師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也有蠻多 是因為 對於那種 比較 比較實證的 點快的心理學 的一種 我們想要去找尋 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能性 那今天分享的這個 不要宗教的研究 更是在家裡的邁誘 就是 那個 我在其他分享這個書的時候 都會成一個 起點開始講 就是說 其實我在心理系 從來沒有說過一個 叫做 所以說 為什麼這樣一個課程 在心理學裡面 其實他是 他沒有用 那我是到 比較後來 念宗教的研究的時候 就是在國式單階段 才開始接觸到 接觸到這個東西 那他在心理系的 沒有這個意思 確實力很深 就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事情 那所以那個 學長當年 我很多溫暖的回應 就沒有我的緊張 就是我這個出版之後 其實比較 對我有反應 都是比較人念學圈的 就是 心理學圈 就是好像大家 沒有什麼感興趣 就是一個 然後剛剛學長 就是謝謝學長 然後剛剛有提到那個 幻聽幻覺 如果跟那個 宗教的 某種啟發的那個區別 就是我之前 也有一次在講 這次就不出另外一章 是在那個 武力書店小小學 我跟那個 亞東醫院精神科的 陳俊如醫師 我們就是要 接對著那個 就是說如果去區域 跟那個 就是講的那個幻覺 以及宗教的那個 啟發 那當然就精神醫學 感覺就有一個 他們自己去診斷的標準 那可能一個 最明顯的是 那個現實感 這件事情 我以前在那個 醫院實習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一些 他比較都 就被稱之為宗教的妄想 那我只要覺得 那個被妄想所困的 那個困是因為 他的現實 無法與他人分享 我們也許都在 很幻覺之中 就是因為我們共享 所以我們就 覺得大家也不能提 就是這樣 那個 那個醫院遇到的 因為他的那個現實 他覺得他是網顏寫 或是他自己就是網顏 等等 那那個現實 他沒有辦法跟別人 沒想 或是他的某種這種自覺 沒有辦法跟他 另外一個現實 做調和 我們說 很多那個宗教師 那種 可能就是那種做上師 或做老師 然後去影響性徒的人 他的那個 宗教上面的 某種理解知覺 是一定要跟那個現實的 這塊是能夠互相調和的 可是有的人也會在 某種狀態之中 越來越失調 就是 吼吼吼吼吼吼吼 去寫的那個 日本奧古生理教練 那個 那個麻緣彰化 也許在一開始 卻也有種非凡的能力 你知道後來有種非凡的能力 慢慢慢慢的 他就是 就我覺得都是在 跟現實的關係 出了一些 一些問題 這樣 所以就這一塊 學長剛提的那個 到底忠教經驗 是不是完全 這個議題 也是忠教經驗 有任何根本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這裡 出了那個 後來總結的時候 其中一點就是這樣 討論的就是這個 那對於 他是不是幻覺這個 就是從 詮詩結果 書中看到後來的 這些不同的理論者 其實他對幻覺 都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就是 剛剛學長提的 這個是一個正中道派的 就是說 他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議題 是否是幻覺這樣 然後 一個人的那個 就是 性格跟成長的 就是 就是 對於他的那個 宗教的 我在這邊沒有提到 有另外一個 他還是比較做一個 完全精神醫學的 那他的確 會用一些 比較原來的 臨床的一些工具 就是譬如說 會針對孩子 然後這些孩子 當然就是 都是在精神看得住 這些孩子 然後會用一些 從話題測驗 從設測驗 句子完成測驗 然後文書庫做了非常快 有很多的案例 然後他企圖就是 透過這些臨床 資料 以及這些知道孩子的 生病的狀態 就他的臨床知道 其中一個是 他的下課就要看神 他心中文神 他對神的理解 他對他的家庭 父母專業 什麼什麼這些 那 等於說世界會有一個 比較深的 一個對個體的理解 然後想要去看到 他的生病 跟他種種這些經驗之間的 一些關聯 然後文書庫最後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大量的案例 收集 最後他也有一個 其實也是類似的 這個概念 就是一方面 他是一個比較 臨床深入的資料 可是後來 他也是寄到一個 就是說 某種程度的想法 就不是只提在一個 比較特案研究的 一個基礎之上 想要去看 剛剛可能 學長去說的 可能這個人的性格 天生的氣質 他其他妹子等等 能不能夠去理想 哪個中小型 也理想把他現在生病 一些樣子 就是 也有一個這樣子的理解 這個人就會跟學長 在教育生理生理學 可能會有比較直接的一些相關 那剛剛提到說 信仰宗教這件事情 對個體帶來一些好處 或者 Jams也會從這個角度去談 可是Jams在判斷這個地方 他其實也是在提到就是說 可能你要為這個好處 又付出什麼代價 那這件事情也是在之後 有些其他的一些心理學者 會非常看重 就是說 當我用的那種問題 可以解決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就帶來 有沒有再帶來其他一些問題 就是如果要從這個 所謂的心理 怎麼會適應 或者是從這個觀念 他扮演什麼功能 這功能可能有負作用 那所以 有些心理學者 會從這個角度去做一些 這方面的 太舊的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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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問題跟 其實剛剛 冰老師 冰亮姐老師 已經問過了 那時候好像 好像沒有 給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再把他回來 在提 其實 我說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張宏教會的教徒 所以他對於宗教的經驗比較著重 在於人跟所謂就是神聖文化的一個神聖地上 那其實這讓我想到他其實跟在講主題講人的時候 其實跟西大哲學生很像的 特別我們在做上面的信仰研究的時候 很多人會講其實西方有一個宗教經驗是從西大哲學出來的 因為你要照顧你的不只是你物質的soul 就是像我講你的物質的醫學同時 同時要照顧你的soul之外 有一個叫做spirit就是你的精神成念 那這個都讓我看到中 他其實還是在一個西方哲學或是醫神論的那樣的情況下 像建構一個人的本體一位上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有框架的一個宗教經驗裡面 我會覺得比較好奇像剛剛一老師提的那個問題 因為當我再回來看您處理的一些宗教經驗 像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其實是比較泛臉的 那可能你面對的不是一個神聖對象就是把人提升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反而是面對很大的分析 面對死亡或者是你是在下降 比如說像畢章網路上你覺得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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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或者是說像剛剛舉的一些 例子人受釋懷了 並不是因為你才沒有人 而是在外面裡面你可能是別的 或是別的情況或是另外的事情過來 所以在那個本體論上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出發點 所以我在想說在這樣的一個一個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你用這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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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框架的時候怎麼樣去去 或是當我們在用它的時候 當我們在研究它明論的時候 是不是會出現問題 或者是說其實就好像其實可以用沒有問題了 是不是成為一個問題這樣 謝謝啊 謝謝畢竟 畢竟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要 然後那個如果我自己在順解這張 會比較跟你講的議題有關的應該是 我用一個那個 他是印度籍的精神分析師 然後他從印度去 就他是在英國受完訓練 精神分析訓練 然後回到印度去開工作室 治療病人的時候 然後就一直遇到鐵板 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 西方的語言它的本體論人觀等等 那這個可能就在印度當中 對自我的理解 然後怎麼樣性的理想的 好的成熟的自我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他去那邊看病人的時候 後面的人會覺得你怎麼那麼冷酷 那就是說他 他們心中期待的那種 也要來幫我解決問題 是像喪失這樣子的 也要有一定的溫暖 就怎麼說這樣好像不帶情感 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那個 然後或是他也 他也有書中有一些啊 他帶來那個 就是有一個人被查過帶來的治療 然後他就說 這個人只管他自己生涯的發展 他都會扔家人來往 然後追求自己的生活 認為他有問題 所以他要被拉來的一個治療 可是他說這個被拉來治療 就是這兩種的對話 所以我會比較接近我的 剛剛林老師到立正在這裡講的 一個從西方然後到另外的文化裡面 例如他對於林的觀點 他說在運動當中 就是這個治療體跟心象有關 然後跟你的氣候 跟你的環境也不可協 然後跟林的這些也通通都有關係 那這些在一個在地的宗教儀式 聊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面向都會被放進來 這大概在一個 純粹就是精神奮氣的那個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談 所以他會反應去反省說 其實精神奮氣 或是這些西方理論 並不是如他所言的 掌握到的什麼普遍的心動態 風遍的就會覺得他的那個 他的自我或是那個援火跟超我 他覺得這是一個universal 他沒有受到一些不滿的 可是平常他就反過 他認為說 這背後其實都有預設一些 他背後就是特定文化 剛剛那個畢竟去講的 所以就是在這個 中間裡面當中也有一個 屬於這一個就是 所謂的 因為這些理論 那真的就是有一個西方文化背景 然後他原本的一個 所謂的西方文化 就是類化的這樣子的一個密集 然後就是 不過今天就 就是的確見識 比較沒有談到這個文化的密集 可是是在 我剛剛說的這個例子 是比較精神更新外流之下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老師的分享 都很久沒有聽老師 還是收音量不夠 尤其是在我 主理獵人民地這個部分的課題上 其實是有一些理論 像我們在討論宗教練 或宗教區 也就是會去把宗教的遺事經驗 或宗教經驗 把它化原到 可能它是一個區域的社會 社會的發漫樓下 或者是 將它化原在 比較像你剛才的 使用主義功能 它是對於環境有什麼樣的注意 那今天基本上就會 讓我拉路來去談 其實它是可以去談 宗教經驗的本質 它的本身 以及 怎麼安置我 自我的經驗 在裡面 這其實是有一些 一些出發 那其實說 在這裡面其實有 有兩個想要提問 第一個就是 從一個比較實用主義 Jams去談實用主義 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去談經驗的時候 彷彿它還是沒有 那麼承認它的存在 就是它還是把它拉回 拉到一個很功能的 它是大社會的一個 一個實際的利益 理性 這樣的一個 感覺還是拉回來 就談理性的連結 而不是談本質 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也有一點挑 就是我們在談 就是中央經驗的時候 常常會有空間 就是某種 靈性經驗好像 彷彿大家會在某種的區域 某種的地景 某種的空間 它會有類似 不一樣 就是它在那個經驗的領域 其實會有 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會遇到 什麼樣的一個靈性經驗 那不曉得說 在這樣 Jams這個概念 以及它後續的 這樣的人 由來去談 宗教經驗 有沒有談到 朋友經驗這個概念 那以上就是 謝謝 謝謝 那個 Jams 我認為Jams的功能論 比較像是 他在為宗教經驗辯護的時候 採取的一種 策略 那 所以他在那個 演講的時候 他其實前面完全都沒有 知道他個人 對於這些道理 是否存在 他都沒有講 是他到了結論的時候 就是 才開始出現說 如果你要問我 我相信你這些 那他最後是 他在最後才表達他的立場 對 那 因為那演到這樣 因為Jams在這些演講的時候 他都要很 有意就是說 好像被 被 牽連到一種 科學的形象 然後 所以他前面又很相信 然後 然後他 的確是有在結論的時候 去承認他 對於這些神聖力量的 看法 他是他 就是那個就比較 他說如果是問他個人 他是相信那些力量 存在 然後 Jams有用過宗教經驗 Jams雖然都說他自己 他自己沒有 那 不過他有一個 就是他在聖門經驗 這種種當中 有一個他假借一個 犯規的精神神病患者 就那種很痛苦 然後覺得自己的刺膜 都裂解開 有人說 那個其實就是他自己 可是他那個是一個痛苦的經驗 那他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像宗教的生存經驗 是他爬山的經驗 他曾經 就是那個也都是在他的 那個寫信當中 然後他看了一種爬山 可是其實 Jams是心臟病去世 其實他的身體狀況 不太適合爬山 可是他就是 曾經你講過他有一次在那個山中 在山裡面過夜 然後在山裡面 就是認得跟天地 然後他感受到那個 很多深深的連結 然後他感受到他跟 他跟那個人的很多關係 那種很親密的那種 我認為那是一種宗教的 我那種活的這一段 我覺得是一個宗教經驗 那 Jams剛說他算是沒有活到那麼長 他其實就是 其實醫生有很多時候 不要去怕山 可是他就是很喜歡山 所以他 他其實 他那個比較嚴重的一次性上 就是他爬山下來之後 就忽然間有一個比較大 的那個 那他 我覺得他是有的 雖然規模沒有像 他這邊收集的資料 然後他自己也是 一個 一個就是說 剛說他用一個 比較reflective的觀念 或者是一個 純粹要站在一個 outside的人 這個狀態 我覺得他是用一個 可能自己有親身經歷 可是其實他感受 是一個比較 牽衡或不個性的人 所以他 寫東西的時候 不會那麼dramatic 就是說 太把那個 或我寫進去 所以這是另一個問題 然後另一個問題 如果我說是對於 一個空間啊 環境 另外一個 我也把它放在一個 跟中概心理學 比較相關的脈絡 是生態心理學 有這個脈絡 生態心理學 因為他直接也要去看說 人是生靈的自然之中 就是生態心理學 對於一個心靈的看法 他的界線 弄得很大 我們剛剛在講說 June這邊 只出現意識 然後Florida 講的意識 融格 那個基體的意識 然後到了那個 生態心理學 他已經不只 就是他 他在那個人跟非人的 那個界線上面 走得更多文化 更遠一點這樣 所以如果說 有一個比較 就是我如果 就現在的理解上面 會比較 就是如果 我跟這個 中概心理學 因為他主要是想要講這些 比較像宗教或 靈性經驗的發生 而又會比較 提到這種 空間的議題的時候 我想到的是 生態心理學 然後那個是會 在我 續篇的時候 再來看 看這一塊 因為生態心理學 也是一個 比較越來越講靈性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說 我最近在寫一篇 自然中的靈性體驗 就發現很多的生態人 他們在大自然當中 都有一些 這種 比較靈性的體驗 那剛剛那個學長說 我比較 我是不是比較 善感之類的 我有的一些經驗 的確也是跟比較大自然 那是跟樹的 有一次我坐在 普大的廚房吃早餐 在吃蠻紅 然後其實 我後來就覺得 周圍的路肌變了 然後那個樹 就覺得那個樹的狀態 然後我後來就 感受到那些樹 在跟我說 You are one of us 就是 然後我覺得好開心喔 我覺得我被樹接納了 然後 一方面在咬完 然後眼淚就一直滴 然後 真的就正式我個人的 中小經驗嘛 我覺得 好像 跨越那種 我作為一個人嘛 人這個物種 然後跟另外一個物種之間 那種種界線 然後被他們接納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人間自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們很有夠接納 然後我就沒有 感謝他們這樣 對 然後那個就 我們就一定要中小經驗 然後對我來講 就是不知道你們是善感 還是怎麼樣 對 應該不是善感 就是那個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跟風 不知道跟風間也有可能 還好在外面 好 剩一下 好 就是 就是 應該開始 台灣中間的朋友比較想 嗯 對 因為 因為 為了朋友 對 對 那 那個時候 到後來 就是 會 對 那 那 後來 你說出來 我自己就覺得說 那可能起來是用 你知道 宗教室會學而過 去分析一些資料 雖然 我們的題目是種 宗教紀念 其實是 你這時候會使用的是 自己學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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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才能說 那 那 然後說 其實要多什麼 我們要談到宗教紀念 到後來的話 是要回到文化的影響 或者是宗教傳統 對宗教紀念的影響 可是 我就聽 今天聽講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讓宗教紀念 就本身成為一個 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 不能被壞 不是 神學 或者其他的學 所以我在想 他這個東西到底成功了 比如說 想說 我們看到 一定要談到文化 或一定要談到宗教傳統 那 到底有什麼樣的材料 還有什麼樣的液體 是宗教 心理學 是 是 是他獨特處理的 液體 或是材料 這樣子 剛剛講的 我講的 約化論的這個立場 就是我說 過去比較辦法的詮釋 認為是 現象學問要素式的 那 可是我這邊 七途要指出的 就是說 他不止止止止的樣子 因為 他也用了心理學 那種 遇上一失常 對的理念 企圖去解釋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太 應該說 有很多人吧 在很多人 都是在討論的 和密集體驗上關的書的時候 都把詮釋揮到 有很多人 等實論的正義 讓我們說 他是要維護這個宗教 裡面的不可原話 所以你不可以用什麼學科 來講他 他有一個他的自成音樂 那我剛剛說 這個也是當初 宗教學在建議的時候 為了要去 就是有點 把自己的領地劃出來 所以不會說 欸 我們做的這個不同於社會 學心理學人類 學哲學 我們就是有個自成音樂的 宗教學 那這個東西 大概後來也會 就有點有點對於對方 可是那個是在學科 一開始建議的時候 他就必要不要為情 這麼會強 那我就是想要指示說 卷子除了有一個去 就是他一方面要指出 宗教經驗的一個特性 可是我認為說 他會反對 用一個 某種學科 特定的理論語言 去解釋宗教經驗 只是他很小心的時候 當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我們要很清楚說 一方面這個跟個體的 個體為什麼要有宗教經驗 是兩件事 你不可以用你的 我會覺得你去取代對方的 你的自我無解 他在這上面比較謹慎 可是我不認為說 他會反對 要用這種比較理論的語言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我都不去約化 我們學科一定在約化啊 學科一定是用特定的 某種釋交 所以我會覺得說 卷子其實有一個 企圖舉出解釋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冥想這樣 那剛剛我說 有點間接的 我的印象這樣講 因為被約 被約化論的這種 這種取向 其實他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某種 某種口號啊 可是就是 他會指出這個東西的 獨特性 可是他在 之後如果說 要有某種 某種 眼鏡視角的開發 他可是 不能只是宣傳說 你這個東西 不能被迷來 被迷來 那個 就是其他的那個 就是 你科幼文類學 不能用心理學樣 這些 對 然後我剛才講 第二格是 對 對 剛才有講到台灣 那個 地區中校經驗 調查的那種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 有的開放題的 其實他很多聲音都很短 對 我沒有很多普及的做法 然後那個 所以就是 我就用那些開放題 然後我就 也很困擾 因為那個 資料比較單保 資料沒有那麼的豐富 因為那個是在 常常的問卷 所以我們就要問他 那時候也很累 所以都講不出 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那 所以我那時候 用了一個策略 就我一方面用這些題目 然後那方面 我用了一個 叫做畫圖策片 因為心理學常常講 就是說 你的經驗中介 你要用什麼素材 然後我就等到一個啟發 就是說 有點像我之後 他在小孩 叫小孩畫過 心中的神的形象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 也是有點 跨宗教的去收集 不同宗教背景的人 他會如何畫 他心中的神 或神聖的形象 然後也為這個英明舉行一些畫 所以就有點說 避佑的主項表征 這個 當作一個材料的分析 然後我那時候 在那一篇文章裡面 我後來其實是提出一個 我覺得 比較像是台灣社會 如果根據這些開放題 還有一個畫的 神的形象 一個 我們有一個文化的 一個 對於神靈的核心意象 看到比較多出現的 是那個 避佑 避佑 被神避佑 所以他心中的神的形象 比較是跨宗教的 出現的 很多都是那個 覺得被神 為神寵必有 他是有一個台語 跟那個風靈嗎 對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首歌 出一首歌 哇跟我那時候 感覺到看他畫得很像 很像 那那是一個嘗試 就是說 你如果要把這種 呃 素材 像今天是用傳記 自傳啊 或是有些混卷材料 那我可能是用畫 那有人會用這種 圖像啊 等等 這些 就是他大女 大女以上 大概都要透過某種 像是文字 圖像的這些兩界 去做為這種 心理經典 宗教經典的那種 你一定要這樣子 就是 講素材 這個也是 這個也比較好 那 如果剛剛 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非常謝謝 今天讓我們 他第一次講 他就覺得 那你寫大家的餐 那我們再跟他講 一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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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